今晚我们是给大伙来讲新的一年新的契机 那我们美股会带来怎样的一个盈利 希望大家在这一刻打开胸怀关闭手机 介入学习状态 那我们明天晚上明晚八点钟 将带来叠开生命的一场讲座 那明晚呢这个是主讲人 是我们现在的属于维多利亚的后起之秀 维多利亚的单红网红投资老师 我们的麦克老师 那麦克老师呢 他的讲座呢 很多很多年轻人在听 很多很多 这个完全的投资小白在听 很多很多呢 做了很多年的投资的老手也在听 为什么呢 因为大伙都知道2020年呢 几乎打工都赚不着钱 创业的像我们这样中小企业主赚不着钱 什么人赚到钱了 做投资的人赚到钱啊 我们赚到钱的朋友这时候应该举个手啊 我可是知道 我周围很多很多 豪哥刘老师的学生 Jackie老师 廖老师的学生都赚钱了 我可是知道大伙赚钱了 从今年三月份开始 这个只要跟着老师 就这几个老师的学生 都赚钱了 那大伙呢 就是不得不意识到一件事情 投资变成我们每个普通老百姓 应对这个世界不断的 这个我们的这个血汗钱缩水的唯一手段 所以大伙都要做投资 但问题来了 那有的人呢 那有的人呢 懂投资 有的人不懂投资 那我们呢 即使懂投资 我们可能会受到人的情绪 各方面的影响 怎么办呢 所以麦克老师 他带了一个全新的讲座 叫2021年小孩如何赚到 投资的第一桶金 因为呢 他会告诉大家 一种科学的投资的工具 投资的软件 投资的方法 投资的理念 那这个呢 不需要大家 有很多钱 也不需要大家呢 这个有时间 有很多时间 也不需要大家呢 说那我呢 这个要懂投资 所以明天晚上八点钟 麦克老师现在在多伦多 在维多利亚 已经是有一百多位学生 也是很丰厚的回报 令人很吃惊的回报 所以好像验着一句话 这个人脑比不过电脑 所以明晚八点钟 大伙相约维多利亚教育集团的 共缺赢 那这是我们周一周二周三的安排 下个星期呢 是我们最后一个星期了 就下周 就是12月呢 校长在这里汇报一下 12月28 29 30 那这三天呢 因为周四周五 我们就是给大家是放的 完全公益的一些 投资的讲座呀等等 那我们28 29 30 的共学营呢 是我们一个跨年演讲 首先 12月28号那天晚上 维多利亚教育集团 和我们的Jacky老师 我们联手 拿出一千块钱 现金 十个 十个红包 每个红包 一百 一百块钱 干什么呢 现场出奖 在直播间里 是不是很过瘾的一件事情啊 所以啊 希望大家这个 下周一啊 下周一的晚上啊 下周一的晚上 八点钟 Jacky老师呢 他会给大伙来做一个 投资方面的一个 相当于跨年演讲 那周二晚上呢 是我们的姚老师 从易丁的角度来讲 2021年的 国运和家运 太魔幻了啊 2020年 对吧 大家同意啊 然后来讲一下呢 易丁的角度来预测 2021年 大家有哪一些坑 有哪一些机遇 那最后一场讲座 12月30号 这场讲座呢 是校长给大伙做一个呢 真正的跨年演讲啊 校长轻易不当红花 校长一般是当绿叶 陪寸我们利奥老师啊 陪寸我们麦克老师啊 然后包括Jacky老师啊 Hawke老师啊 等等 但是这次呢 校长呢 会给大伙来讲 2020年 为什么维多利亚教育 团的共学营 我们呢 在历经了21年的 线下的 10个校区的培训 但我们在2021年 而今年的3月份 全体转型 一夜之间转型到线上 并且为我们的广大 华人同胞带来了公益 线上共学营 现在我们是11个群 每个群500人 5500人 每天在听我们的直播讲座 所以呢 这个过程呢 实际上很多中小企业 都应该听一下 2020年 对于广大的 这个创业家 伟大的 中小企业主们 到底意味着什么 我们学到了什么 所以下周 周一周二周三 我们继续 816 853 40 181 大博 1000元大奖 现金大奖 就是这么豪卖 今年啊 今年真的是不一样的啊 好的 那这是我们呢 共学营的讲座安排 校长给大伙 简单的做了一个介绍 也希望呢 大家可以呢 一方面 共学营 周一周二周三 下周周一周二周三 可以来参加我们的讲座 那我们这个星期呢 仍然是叫做 给引领大家 虽然圣诞新年啊 但是在维多利亚的脑海里呢 尤其对我本人来讲 我从来不休任何 不休任何 不休任何假期啊 所以呢 我们在25 26 两整天 给大伙呢 安排了两整天的课程 两整天的课程是什么呢 第一天是 好给刘老师 十点半到六点半 共学营的 所有的 以往的 刘老师讲的 2020年的 共学营给大伙看一下 然后昨天晚上 有很多朋友特别 想望刘老师讲座 第二天是Jackie老师的 就是26号 Jackie老师啊 整个共学营的讲座 大伙可以看一下 好吗 都是十点半 到晚上六点半 你过眼啊 2526啊 当然叫26号 Boxing Day 不出去玩了 然后呢 我们过来听讲座 那我们在27号 27号呢 我们有两场图子讲座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我们的公开课了啊 我们相当于把传统的周六 挪到了周日啊 那我们从上午11点开始 有高中生的工作营业演讲技巧 然后呢 小白看财报 这是什么课程呢 就所有的投资朋友们 大家光这个不能随随便便的啊 开测 哪家上市公司会长 没用的 通过财报 这个来说明问题 另外呢 美股 期权对冲 王凡老师的 另外电器评估师 然后另外呢 还有一个藤孝的啊 再另外科学投资法 麦克老师的 明天晚上八点啊 麦克老师明晚八点 和周日讲的内容不一样 大家都可以来听一下 28年的投行大咖啊 另外地产经纪 销售业绩 提高班 再另外是电商营销策略班 好吧 这是我们27号的一个整体的安排 好的 接下来的小伙伴们 感谢大家的聆听 那我们呢 维多利亚教育集团1999年成立 到现在已经21年的历史 那在过去的21年呢 我们呢 为大家达到了 投资学院 创业学院 提升学院 以及职场学院 十个校区 满足我们呢 来自北美不同城市的 华人同胞的需求 共学共进 拥抱未来 维多利亚就是 永远屹立不早 为大家解决 各方面的 无论是投资 还是创业 还是提升 还是求职的问题 好吗 那我们那个 最后一张 最后一张啊 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就是呢 呃 我们很多朋友说 校长我特别想 看到共学营 我都不知道 原来已经办了 二百八十期了 那我到哪里 去找到共学营的 以往的录播呢 亲爱的小伙伴们 关注我们的 YouTube频道 拿起手机 第一个是YouTube频道 北美高端职业培训 分类 找投资就行了 我们刚才讲到 这些老师都有精彩的 这个 你回头看一眼 你会非常害怕 为什么 很很 真的是很吓人 那件事情 那些老师在 共学营讲 今年下半年 他们的预测 是多么多么的精准 真的 我建议大家 回头看一下啊 所以维多利亚 这个靠谱的平台 加靠谱的老师啊 能在维多利亚 平台上讲课的老师 那都是历经时间考验 第二个是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那我们呢 所有的 这个周六周日的 安排都在上面 第三个是 共学营的小助手Cassie 如果还没有进到 我们神奇的共学营 请假Cassie 然后呢 回复微多利亚 会邀请大家 进到我们的 共学营的直播间 好的 那我下面把时间啊 这个交给一个 特别的 又是学院 又是我们的管理人啊 是我们的David David徐啊 David是我们 投资学院的负责人 然后他也是 跟着利奥老师 一路走下来 赚钱了 赚钱了 很关键啊 然后David呢 会介绍一下 利奥老师怎样 我们今晚的主讲嘉宾 他的背景 以及他怎样 帮到他赚钱了 我们David是 澳大利亚啊 澳大利亚 在澳大利亚 读的那个 商科的 他实际上是 偏金融方面的会计啊 商科的master 所以呢 David徐负责我们 整个投资学院的班主任 然后所以 每一个投资学院的课程 他都如数家珍 他自己也在听 他自己也在投 他自己也在赚钱 好的 David我把时间交给您啊 因为利奥老师呢 这个背景啊 包括呢 这个怎样帮助大家赚钱 您很清楚啊 好 谢谢 谢谢David 那我们开始 好 谢谢校长 谢谢校长 爱丁老师 我请David 你好 你好 他 给您赚钱的 谢谢 没有 我还是想最后 再和大家分享 因为毕竟大家还是想 多了解一下老师嘛 所以我在前面还是简单 先介绍一下 六老师 我这边也不 不专用大家抬头时间 大家还是想 希望 希望听到 老师对于这个 现在 这个热点的解释吧 那么 我一句话来 这个介绍 六老师呢 六老师其实是一个 这个分析员的 培训师 做这个分析员 交易员的培训师 所以说老师本身的 专业背景 和这个学术背景 都是非常强的 老师本身 二十多年的 证券投资顾问 研究员的经验 以及美国股票 高级分析研究员 外汇高级操盘主管 就加拿大证券执照 和台湾证券分析师执照 以及期货执照 曾担任 北美证券 期权外汇技术分析老师 电台财经老师 专栏财经分析 中国的外汇贵金属公司的 技术分析讲师 以及分析师 培训老师 累计辅导 超过一千名投资人 经由二十多年 美股期权外汇的经验 培养出今天对 国际市场的敏锐性 简单来说呢 老师就是确实是 两个字专业 那我今天还是不多说了 一会儿大家先听 咱们的讲座 最后我会和大家分享 我作为一个学员也好 作为这个课程的管理人员也好 对于课程的一些感受 也算是一个经验 总结汇报吧 好 那么我们现在有请 六老师来和大家 分享今天的讲座内容 OK好 谢谢 好 谢谢 OK好 我开始去screen OK好 那我想刚刚 David也跟介绍 即使说实在的 我们盘中分析课程 真的 这个收获非常非常好 好 那我一开始呢 还是跟各位来 这个讨论今天的题目 我想一开始呢 还是关于跟各位讲 这个我们的免责声明 那记得 我们的所有的一个课程 所提的经济趋势意测代表 任何投资建议 请提供教学之用 那其实呢 我们在每天的盘中课程 都教了很多很多学员 一定要从整个技术分析 从基本面 从一家公司的财报 从分析当股票 到底可以不可以 那其实呢 我们今天操作股票 要不是只有你我他而已 我们要跟对是跟机构 机构也是要需要 从我们口袋里 把钱拿出来 那我们需要从机构里面 把他钱拿过来 那这个时候就各别本事了 那其实呢 我觉得寻找一对 一个对的方向的话呢 我觉得你目标就不远了 如果方向错的话呢 再怎么努力 其实也是很辛苦的 那其实呢 我们在所有的 这个盘中课程 或者这个共学员 或公开课的话呢 都教很多很多 学员一些技巧模式 其实呢 很多干货都在里面 看你怎么去 发掘这个干货 如果这干货对你有用的话呢 就是好的 如果说有些是没有用的话呢 可能对你们就是不好的 但是我觉得 基本上所有的 这一个我每天的 PowerPoint的内容 都是绞尽脑子 昨天也在思考说 今天怎么去做一个 整体的一个构式模式 来给这些学员去学习 其实我想各位学员 都应该心理 我们都应该心知肚明吧 好我们就不再多说了 那记得我们在 所有的跟各位讲 这些股票内容 其实都不是建议你 或是去买卖 一定要评断的一些方式 像说我们David 跟很多学员 其实我觉得他们 最主要是学到一个东西了 学到什么东西 学到我讲的一个大概方向 只能讲一个模式 那他们能够去做一些判断 其实呢 待会David会跟你讲 他的一个丰收的一个结果 好那最后呢 还是跟各位讲 你投资 一定要学你的投资顾问 投资有风险 请务必要小心 OK好 那我们今天呢 就主要的一个 共学员的题目 就是美国股市的契机 2011年还有吗 还有吗 2011年哪一个 类股会起飞呢 那老师都已经起飞了 那怎么办呢 那其实呢 这个我想就待会 会一一的跟各位说 包括有我的见解 我的看法 但是我见解我的看法呢 只提供给各位学员 去做一些判断 但是从过去到现在 已经是机场的一个 这个公开课了 我想很多东西 都是曾经给各位学员 都是直接跟各位 学员直求对决 没有做 没有做 没有做第二个 这个这个 这个事后诸葛的事情 没有直接就我们讲 那我想很多学员都知道 好那我想 我们就进入一个正题吧 好不好 但今天呢 这大盘指数来看的话 今天大盘是跌了百多点 但是这个纳斯达克呢 是涨的 那今天最主要的问题 在什么地方 其实今天最主要的问题 在于说 这美国 而不是英国的疫情 出现一个病毒的一个变种 然后呢 这疫苗也出来了 这信用法案也通过了 老师 股票为什么还会跌呢 其实我今天在盘中分析客人 就跟学员讲说 现在的位阶 一定要减少手边的持股 真的 我们已经慢慢来减少 主要的问题在哪里 其实在过去 我们就是今年 这个在20 在1月2月份的时候呢 当时中美贸易谈判还谈得非常好 完全都是非常非常这个可奇的未来 那中国要跟美国订购什么东西都讲非常好 结果3月份的时候呢 疫情在美国这边开始突然间的暴增 所以呢3月份股票大跌 可是各位不要忘记哦 其实在11 12月1月份已经开始有眉目了 但是美国呢是比较慢才发掘到了 所以我今天跟学员讲说 其实我的我是比较担心 这个英国的疫苗会不会持续发酵 我不晓得 但是呢 美国会不会股票会比较慢反应 我不晓得 但是我也希望说在座的 有些是同业的 那你听到的时候呢 我也希望说你们能够经过你们的思考 不要完全copy我所讲的 大家说讲错就不好意思 那这个病毒会不会在未来会不会持续发酵 真的不晓得 我们不是这部分的一些专业 那我们以为一直在一直在持续的寻找这些答案 到底未来病毒跟疫苗 有没有什么一样的一个方式 但是我当然是 今天在课程跟学员讲过了 我应该会在研究员很多会在 用这新的疫苗跟这个新的病 这个病毒会不会做一些测试 我想这会必然的 那不管如何呢 我们不晓得美国会不会 出现这个比较慢的一些往后做修正的 我真的不晓得 但是我会担心3月份的模式 但是以目前整个技术性架构来看的话 并没有出现这种的一个迹象 但是我们目前手边真的是获利不错 所以有一些股票是获利出场了 先减低手边一些持股 那最主要问题在于说不需跟他赌未来 但是我们先看看这一段时间会到底会如何 其实从各方面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2021年真的它是有机会的 有契机的 但是会有先决条件 一定要形成之后 这些才会成立 所以这一部分来看 我们一定要密切注意之后的一些变化 但是绝对不可以说 听完今天说明会说 利尔老师觉得这样 所以未来一定这样走 一定要操作股票 我觉得最主要是一定要灵活运用 不能说太过于说一种看多的模式 有些像我们以前很多学员说 老师股票看多 看多就不管 不管怎么样就是看多 不对 看跌不管如果就是看跌不对 这股票一定要灵活运用 其实操作股票 其实我觉得灵活运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如果说真的你操作股票 不灵活运用的话 股票不容易 为什么你不晓得股票 什么时候下跌 什么时候上涨 很多人说股票无法预知 但实际上是如此 我就不进来 我在这边都跟各位显示过了 我们每次分析股票之后 为什么我们真的不晓得 真的我们不用担心任何的一些问题 但实际上就是有这些 为什么我说过了 价格跟成交量 凡走过必留下痕迹 不用去担心 一定会留下痕迹 这痕迹呢 有些人看得到 有些人看不到 看不到之后呢 就不知道怎么操作 那怎么办 那看不到 只好去跟看得到的人 去学习怎么样去看这大盘 OK好 这就是如此 所以今天大盘走势来看的话 我个人觉得说 今天当然是有这些 利空消息 来导致股票往下做修正 但这种股票模式来看的话 我们一定要命切 处于手边的一些持股 你不能坚持说 老师我应该怎么做 所以我应该怎么去做 不行 有些呢 要稍微去适度的 只要这股票动不了了 你应该怎么去操作 应该是淘汰弱势股 keep留着强势股 那其实我常跟很多学生讲 其实在机构的是如此啊 你机构 你不可能说一档股票不涨不跌 我后一个月 我们用一个比较 这种这种common sense的想法 你想想看 你一个一家机构 你为资金这么多 好几亿的资金 你不可以买一档股票 花了这个钱 就后了一个月 然后呢 什么都不动 不可能 为什么 你会遇到投资数位的压力 遇到这股票放在那边 你放在营兰还有利息 放在股票等套牢 等解套 反而没有利息 所以这个观念是给各位学生 去知道说 守命股票也是一样 很多人不是把赚钱股票卖掉 留一些亏损的股票 那永远在等待 等待他回来 等待他回来 但是他一直不回来 你就慢慢等待 其实这些都是要 突破你的一个思维模式 所以我常常在这公开之前 会讲很多一些心理 心理 这心理学的模式 那我想这部分是不是非常重要 那目前来看的话 纳斯达克来讲的话呢 但是今天 但是由这个Apple 来带你纳斯达克 往上这个 去突破前一波高点 那很多学生说 老师 Apple怎么会有种能耐 Apple是可以的 为什么它市值 在目前这个 这个科技来 科技类股来看的话 应该将近百分之十左右 那所以呢 Apple但是一个利多 就是说 它 这未来2024年 2024年吧 未来可能会做 类似于这种电动车 那这种股票 我就跟学生讲说 其实 我觉得未免想太多了吧 各位 你就记得上两次的共学音 我们讲到那个迪士尼 那那天股票大涨 我说什么事情 我说呢 想太多了 但是呢 我们另外布局了两个 Netflix跟AT&T 一样都是做这一部分的 到后来呢 迪士尼休息之后 这两个股票 反而往上冲上去 那现在Apple这到底是如何 我觉得他们要做IC 我觉得是可以 可行的 但是呢 你想跟Tesla比 我是觉得未免 未免太 太没这么容易了吧 Tesla毕竟 经过十几二十年的失败 然后成功的 慢慢的已经 把这Tesla慢慢的 反而是 慢慢的已经 做好一个雏形了 所以Apple这一部分 要做的话 我觉得 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好不好 所以开始呢 跟各位讲 今天大盘一个走势 那都 各位一定留一只好诗 那明天怎么走法 明天 当然就是要小心一点 明天一定要小心 今天 这这个 到这种是留这一根 这么大的一个黑K线 这黑K线 已经碰到这个黄色的叫月线 黄色的月线 这个蓝色叫十年线 我讲说 十日线 五日线 所以呢 这两个纠结在这个地方 那这股票来看的话呢 你稍微 慢慢的给它放大 你来到这个呢 慢慢的形成一个小小的一个什么头 一个头 肩 这个M头 这M头的话 那未来 你一定要去突破 带根亮上去 把这图形化解 要不然的话呢 这三根线 到什么的往下跌的话呢 我觉得这个线就要留意到了 所以呢 目前大凡走势来看的话 绝对不可以轻忽 那为什么我在上礼拜有说过了 我的感觉在1月20号到这一个月当中 一定要很小心 那这个时候呢 呃 我自己就觉得说 不能凭我的感觉 好 其实也是操作股票来讲的话呢 有时候你做久之后 你会有那种 我是我是说不出来 但是有那种 就是那种感觉 我不晓得各位 呃 做工作做久会不会有这样 就是有时候 你会感觉就是 因为我们做二三十年了 所以这种东西会 会感觉到 不是这么 这么这么顺 但是我觉得这一部分 就是我们要密切注意的 会不会往下 那你一定要 下礼拜 或这礼拜 带一根阳线 给它供上去 要不然的话呢 这部分的话呢 会慢慢的 形成另外一种阻力 什么阻力 盘太久了 盘太久了 盘太久之后呢 未来要上去的话呢 一定要由量来供上去 要不然的话呢 非常非常小心 好 所以呢 这个是我在对 这个礼拜的一个看法 那基本上呢 就总有个股 我想个股 就是这部分比较重要 好 那我们进入一个正题 2020年到底有没有机会啊 OK好 其实我觉得呢 有这四个角色 我们就要留意到 第一个是政府的角色在哪里 那主席的角色在哪里 经济的角色在哪里 疫情的角色在哪里 那一般来看的话 政府 其实呢 我们在公学 不是公学 在公开科学上跟学人讲 其实 在一般我们过去 所制造的一个 一家公司的CEO 一个国家的总统都一样 他会采取集权制开始分权制 那分权制的话呢 即将说过去欧巴马 他也把很多一些像FED主席 他所负责的一个方式 那或者是这一个 呃 产生部或者一个方式 可以做一个分权模式 那政府角色是非常重要的 那他只能去扮演这个经济模式 来看的话 他一定要跟FED主席去做相配合 接着呢 要紧接下来看这经济模式的 到底怎么办一个角色 那如果现在 目前美国来看的话呢 你有记忆好不好 你记忆好不好 我觉得是不错 从所有的迹象来看的话呢 老百姓的资金并没有萎缩 那只是他们不想去消费 因为是疫情的问题 但这四个角色来讲 都扮演非常重要的 那未来呢 怎么去做配合 我觉得这个一定要留意到说 我们对2020年的看法 那从目前来看的话 这九全疫苏目看已经通过了 OK好 那未来呢 美国会持续购买所谓的公债 跟不动产抵押债券 MBS 其实这个地方是很重要的 那公债的话呢 购买功能要势必 会把这资金释放出来 MBS 各位记不记得2008年的时候 出现一个房地产 房地美房贷美的一个 的第二次购买的一个危机的时候呢 当初这个政府就持续购买 这不动产抵押债券 为什么你要稳定这些问题 那等到这个VED在这两部分呢 经过一段时间的一个购买之后呢 然后有实现的一个 在进一步的一个进展之后呢 可能才会开始减少 过去呢 是未来几个月 他把这未来几个月拿走了 就等于说我持续买 买到呢 出现一定的一些 一些进步的一些发展 我才停止 那这部分对于未来美国股票 持续的一个宽松货币政策的话 是很必要的 资金一直释放出来 就这过去我们所学过的一些经济学的一个货币政策 有些释放把利率降低 那有些呢就释放这种所谓的一种债券的模式 把资金释放到整个市场去 我觉得这一部分呢 对于美国当然是都是一个利多消息 另外呢 它会延期对美元流动性的一些模式 其实在很多国家对于美元 都有一些买卖一些方式 但是呢 它把这延期的话呢 对美元是一个比较稳定一点的 所以政府来看的话呢 这些目前都是一个比较往正面的 比较往正面的 那另外一个呢 FED的角色主席来看的话呢 他说很重要一件事情 他没有看到未来一个讯号 他没看到 他没有看到 那其实呢 鲍威尔这个鲍威尔主席 他怎么去做一个看待一个模式的话呢 那博外物一定会从一个债券模式去看 债券 或从一个经济模式去看待 未来到底有没有危险性 其实呢 资金的流动性 博外物就是债券 博外物就是股票 那也就是博外物就是黄金 可是黄金目前来看的话呢 这个众所纷纭 未来黄金怎么可能看法 我觉得未来 我在跟各位报告这黄金的 我看法一个趋势 那接着呢 FED对于无风险利率的保持低利率 也就是说现在公债的低利率 未来还是持续低利率状况 也就是释放资金到整个市场去 但现在最担心的事情是说 现在市场有钱够了 钱够了 但是怎么花费很重要 但是呢 最主要角色还是 我们刚刚讲第四个 疫情所办的角色 这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一个呢 FED对于经济一个预测 偏向比较乐观一点 所以呢 他没有看到危机 他没有看到危机 那为什么呢 其实SNP呢 目前的本益比是29倍 那1999年是30倍 那你会说老师 1999年 20年前30倍跟29倍 那怎么会没有什么增加呢 其实呢 我们再看一个本益比来都很简单 大家都知道吗 这个市价 它的价格 所以它的EPS 它今年赚多少钱EPS 然后呢 所得到的这个叫本益比 那过去是30 好 那现在是29的话呢 很多会说老师 不可能 为什么 因为现在股价都涨了这么多了 怎么可能还是跟之前一样 所以呢 这包围看不到危机 好 我跟各位报告 其实这两个数字呢 决定这个本益比的数字嘛 这个这是EPS 好 那这个呢 是它的股价 价格嘛 各位回报到股价 现在一直创新高没有错 可是它的EPS 获利也是往上增长的 所以呢 这个数字没什么差别 可能过去呢 价格平均是 可能过去价格是平均是60 它的平均的EPS 赚的是2块钱 所以呢 答案等于30 可能现在也许价格已经来到 来到将近210亿了 可是呢 它的平均的EPS 赚到差不多7块钱 那也是30啊 可是价格已经突破这么多了 只是涨那么多了 可是为什么 本益比还是一样 所以它很乐观 为什么呢 因为 公司的获利率 跟股价的指数成长 是成正比的 所以一起往上走 所以它会认为说 OK 这是很乐观的 为什么 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但其实这最主要 还是关系到美国 他们的一个 证券的一个制度 为什么呢 他们只要你股价太多的话呢 他们是希望你能够拆股 拆开 股票拆开 拆开 股票跌太低的话呢 让你能够组 所以组合起来 一样的 过去就记得 就是Tesla跟Apple 太多了 减成 减成四分之一 那这个股数增加 那股数增加的话呢 势必会造成一家公司的股市的一个稀释 但是呢 这个有公司法可以去做一些 一些方式 我这边就不再多说了 好 但另外一个方式呢 就是花朵街 它已经让这大银行可以回购 这些股票 所以这一两天 银行内股 有些涨得很好 那银行内股有些是什么股票 有些是属于做银行的 像说 美国银行 或者是富国银行 或者是有些投资银行 就标的比较高了 像说摩根斯登里 这个摩根大通 GSMS 那我想这部分 我想都是如此 如果说最近来看 FED的角色 还持续往上 往看多的是没有多大问题 好 另外一个呢 我想就经济的一个走势 那FED也是用说 9月份的这个业绩进展 应该是有所突破 主要是GDP 那GDP呢 这是一个国内生产总值 之前是负的 它现在萎缩变负2.4了 那预计明年的话 达到4.2 那其实在这目前来看到 所有的GDP来讲的话 那不外乎 都一定要留到 只能叫GDP 它很明显 它是由五个指示所形成 由C加I加G加X减M 这个五个因是所形成的 这五个因素呢 绝对GDP 未来的一个走势如何 消费 现在消费 基本上美国消费 迄近于 往下降了嘛 这很明显 投资 也没有什么好投资 那我已只有政府支出这一部分 政府支出这一部分 为什么支出 一定要能够把GDP达到 像说一般在美国来看的话呢 消费是它最主要的 最主要的 然后这出口减进口呢 也是未来跟GDP会有影响 但它对于明年呢 是蛮乐观的 但是这个当然是以目前的一个角度来看待 那另外通膨模式来看的话 通膨当然是这个非常重要 当人们资金多了之后呢 开始会去购买一些东西 那购买东西之后 价格就会增加了 价格增加之后呢 这个inflation通货膨胀 就会就一样会增加了 那这个时候呢 他们会认为说 2021年会差不多在1.8 2020年1.9 其实都差不多 维持在2左右了 那其实2呢 这2到2.5 这是一个FED 他们所认可的 第一个 不可以让通膨增加 不能增加太多 也不能让通膨萎缩 萎缩的话表示 人们就没有一些消费 那萎缩的话也不行 所以维持在2 后来他们有一个名字 就维持着2 这一个基本的一个平均的 一个认可的一个数字 所以基本上 这个募景经济趋势来看的话 指标来看的业 都是比较蛮正面 但是有些会比较不好 但有些不好 像说一般零售业 这部分可能会比较弱一点 另外一个失业率 那失业率来看的 其实说在现在 大家都不是说失业率 这样是说 能不能不敢去工作 为什么 怕疫情的问题 所以失业率呢 他未来呢 会认为说在2002年 会到5到4.2 在过去呢 最好是到3.1嘛 3点多的时候呢 可是这疫情会导致这部分 所以当我们去看了 这些几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就很明显的 未来这几个 还是扮演很多股市 未来的一个趋势 会怎么走法 但我们从这政治面 同一个政治角度 从这个FED角度来看的话 基本上我觉得 都是一个蛮正面的 我想这部分就是 我们从这些角度去看待 另外一个呢 其实最重要的 我觉得还是疫情的角色 疫情角色如果持续 我想应该是扮演这个 这个这个病毒的角色 它如果持续的 这些恶化 为什么其实它 病毒它也想要生存下去 但人们呢 也想把它消灭掉 所以呢 病毒也要一直下去 突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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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比较辛苦一点 这病毒会不会能够 完全取决这病毒 因为疫情 这个新农犯已经通过了 我想现在只有 这个疫情的问题 如果疫情带来一些 利多消息股票 当然就是往上涨了 疫情如果带来一个 比较不好的消息 股票就往下跌了 所以现在基本上 就是由这个疫情 所决定 未来一个趋势是如何 那虽然我们把这疫情 如果不考虑的话呢 其实说实在呢 2021年是非常没有的一年 为什么从底部翻扬上去 但是呢 这个会不会再有所突破 或怎么样的话 那其实说实在的 我觉得还是这个疫情 还是非常非常重要 那这样子于来讲 你为什么是疫情重要 所以我们不要不操作了 不用这样子吧 疫情没有关系 我们选择有些个股 跟疫情没有关系的 有些疫情呢 对有些个股呢 是一个利多的 像我待会跟各位介绍 疫情之后哪些是一个利多的 很多软体股 你看最近 一些个股涨了很多 像一些跟软体有关系的 那有些呢 跟未来 这个跟未来的一个总统 拜登的一些概念股率呢 不必要是涨很多 所以呢 也不要说因为疫情 而改变你思考模式 但是我觉得 选择个股很重要 好 个股类股选择对的话呢 其实你不用太过去担心 从今年的10月份 10 11 12月 上个月 很多 带你很多盘中的一些学员 看到这些个股的表现 那我想这个东西就不用太过去担心的 为什么呢 因为势必 这个 人们对疫情的问题来看的话呢 也许在家里没事做的话 很多资金会跑去股票市场里面去 很多人没事做的话呢 就从股票去获利 所以很多人担心的时候呢 没有工作做 但是他们从股票赚了很多钱 这是一个另类一个想法 然后呢 最近很多开户的人增加了 为什么呢 大家没事做 来 听听讲股票 那我们这种也是一样 这张股票这个模式 他就提供资讯给学员 学员去学习 然后呢 能获利 我一个月获利不错 我想这个也是另类一种想法 所以疫情出来的话呢 我觉得我们基本上也不要太过去悲观 我们生活还是这样一样的生活 OK好 那接着呢 我想对未来美国股票 还是乐观 这是我有五个 我比较会着重一些看法 这个地方 五个比较重要的一个 推动这个 S&P500直接往上走的 第一个呢 我想不外的就是利率 采取一个低利率状况来看的话呢 其实我们都要低利率 就表示资金直接释放出来 在整个市场里面去 那资金释放出来之后呢 会造成很多很多 一些公司 他去有一个借贷成本的压力 那借贷成本压力降低的话呢 那对于公司的EPS 势必会增加 会的 会增加之后呢 那导致很多很多机构 像经营公司 会选择这些公司也获利的去操作股票 那所以进而会让带动这个公司 而股价都往上涨 那接着呢 指数就往上涨了 所以降利率的 它有它的功能性 当我降利率之后 很多借贷成本就降低了 像很多人做Morofage贷款的买房子的 在这房子的价格会上升 但是借款的变容易的利率降低之后呢 人们成本就会降低了 反而反而会刺激到整个房子的热络 那你会留意到老师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因为这一次跟在2008年的时候呢 是不同的 2008年是一种经济危机 所以整个这个房地 这个房子 这个Morofage问题 出现很多一些危机 这一次不 这是因为疫情的问题 所以老百姓的钱还是很多的 多了之后怎么办 那等待时机 降利率降那么低的话呢 所以房子这个时候会蛮热弱的 很多会询问这个房子的一个价格 所以低利率带动了整个股市 带动整个一个房地产一些问题 另外一个呢 当一个公司把这所有利率降低之后呢 紧接着呢 它有很多公司会释出来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 当这涉率出来之后呢 有些它是一个摩擦性的失业 还是一个结构性的失业 那这个部分呢 像一般大型的公司 科技公司 它如果需要人的话呢 这些人还是持续 持有率还是会降低的 但是有些像说服务业 有些这种会接触人的话 这些相对的 这失业率就会增加 为什么人们里面不想做这种工作 我做别的 所以我觉得现在 像我们在温哥 我看到很多这服务业的 我觉得我蛮敬佩他们的 有时候呢 甚至有时候我们去 外卖一些东西来看 其实我们之前外卖是不用给小费 那有时候外卖的话 其实我们就应该给小费 因为我觉得他们也是蛮辛苦的 那其实因为有很多行业 不同行业 不同行业 它所带来的一些模式 那你说 它也可以不做 可以也不做 可是没有钱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对这些模式来看到 对整失业率也是有另外一种解释模式 所以当这公司出现那种低利率 所以低利率会有很多的功能性会出来 所以比如说的失业率 这个低利率就表示不好的 在过去来看的话 在过去股票来看的话 在2008年的时候 这个经过这个经济危机的时候 利率降到最低 降到0.2 跟这一次一样 跟这一次一样 降低之后呢 它没有再降了 就0.25之后 就维持这个零利率 超过0到2.5 维持了将近5年 5年之后呢 不要忘记股票还是持续往上走的 还是往上走的 但是有一个 有一个原本是货币刚好成相反的 就是黄金 黄金并没有在2009到2014年 持续往上走 黄金在2011年之后 是停止了 所以黄金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 一个投资工具 那有空再跟你讲黄金 所以呢 QE的时候呢 将近5年 股票还持续往上从6469 从这个 这个倒用从6469开始涨 直接往上涨 涨上去 那所以你低利率所带来的股市 都是往正面的 为什么 你资金太多 你放定存有没有用 所以现在很多人做什么事情 银行借钱啊 去做投资啊 像我们很多学生说 老师 我能够借到多少%的 那我想去投资 比较固定一个利率 然后来赚这个价差 而且很多人这样做了 很多人这样做 那这个目前 在于 整个经济模式来看 是可行的 但是一定要选好 对的标的物 所以这个模式 就照数学模式是可行的 OK好 我跟你借2块钱 然后跟你借2% 然后呢 去赚5% 我赚3% 这数学 叫5减2 但实际上5是这么容易达到的 不容易 这叫套利 套利 1990年到2000年的时候 其实日本那时候是零利率 日本那时候零利率 其实当初的时间 他们很多 很多人用从日本里面呢 去借钱出来 转投资澳币 澳币率呢 是当时有6到7% 所以呢 他们做这种叫利率 叫swap这一部分利率套利的话呢 做得非常好 到后来呢 这些目前都被 都被很多人知道之后呢 这利率就基本上没有差别了 在过去 我在从事外围操作的时候 很喜欢做一些纽币 欧币对纽币的一个变动 欧币就欧元跟纽币 它的利率都很高的 但现在都没有了 所以一般这种套利模式 未来会不会持续的用法 但是一定要很小心 所以当地利率开始之后呢 造成股市往上走 没有问题 2015年开始 开始12月开始升息 升息之后呢 持续一样股票往上涨 可是不对啊 升息怎么股票还是往上涨 为什么 因为资金太多了 它没有额外可以再做投资的 利率在增加吧 利率的升息没有说 顶多到2.5而已 我随便一个投资股票 随便都有5%10%回报率 所以呢 一样股票还是很多人青睐 还是很多人喜欢的 所以股票持续往上涨 到最后呢 在前阵子 这个美国降低月的时候呢 遇到3月份 往下做修正这一段 可是现在越来越去了 所以呢 从这低率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呢 对于股票来讲 完全是一个推动的 因为它有资金上的一些推动 让股票持续往上走 那这个时候呢 那这个时候呢 各位就要选择好个股 那我在过去有一次在美国开这个说明会的时候 我遇到一个 某一个大学的一个物理教授 他也来自中国的一个教授 他问我说 北六老师我请问你一下 那如果这个指数都往上走的话呢 那我用什么方式可以跟着指数一直往上走 就投资跟指数走 我都绝对是可以的 可以的 为什么指数的话呢 基本上各位各位有没有 各位记不记得 巴菲在说 到中时未来会可以到几点 你各位记不记得几点 10万点 我没有说错 真的10万点他说的 但是还有几个条件 像零利率什么条件之后 可能到10万点 但是他没有说错的 更不要到3万点 过去在我在分析到永生 那才1万多点的时候 跟学员讲 这3万点 很多人不相信 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留意到说 美国指数的结构性是怎么样 结构 他结构性怎么样 你表现不好 对不起 我就把你踢出去的 我好的可以纳进来 不好的推出去 所以 刀中时这三次党股票都是优秀的 都是好的 你哪一个不好 打比方你第30名 这比外面的第一名还差 都被踢出来 就踢掉了 把好的纳进来 所以指数你要回跌 我觉得不困难 为什么 不太容易 为什么 表现不好就踢掉 我把好的纳进来 所以这个道雄指数 为什么都一直往上走 所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是没有错的 OK好 来 休息一下吧 接着我们看这巴贝特一个指数 其实在过去 我自己也是蛮喜欢 用巴贝特指数来看待 这个整个大阪一个趋势 那大阪指数 基本上它是股票总市值 来除以这股票 这个国民上的GDP这一个 就这一个 但目前来看的话 GDP目前是19 大概是我最近查一个新的 好像现在到20几兆了 但在市值来看的话 其实股票的市值的话是35 所以它除起来将近达到180%左右 那180%左右 在过去呢 这一个他们说170已经泡沫了 所以这个时候在过去 他就讲的合理是70到合理 是过75到90是合理的 超过120是过热的 但现在目前来看的话呢 很多认为就说老师现在过热吗 可是我常从另外一角度来看 目前巴贝特指数来看的话 越过热反而景气越好 越不容易往下跌 就我们就发现到很多股票 老师有些股票你为什么觉得 它涨多了 可是一直涨上去呢 你觉得涨多 可是一直涨上去很奇怪啊 它不回的 然后呢 有些不好的股票 它就不涨 它就趴那个地方不动 为什么呢 因为弱者很弱 强者很强的 现在过去巴贝特是用市值跟GDP 但是不要忘记 过去的GDP多少只有9兆 现在达到21兆 那相对为市值也会增加嘛 所以未来我觉得巴贝特指标 他们说70到80是很合理的 反而对我来讲的 我反而觉得在120到130 甚至140 我觉得这个都是很合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数字的变化 这数字变化 一样就跟我们刚刚教各位的 分子跟分母的意思一样 我这增加 我这也增加 到后来这个维持到一定的一个数字 都不用太过担心 像现在如果说我们用这个 这数字来看是1.76 如果是用这个 这个SNP500指数是28兆 这37兆是全部美国的股票 那属于GDP来讲 这1.12 所以从这边来看的话呢 其实美国股票应该还是有机会 再往上走 如果以这指数来看的话 为什么主要GDP增加嘛 这GDP增加 这GDP主要是国民生产的马尔 这增加之后呢 一定会带动这个股票的吧 那你说老师 为什么GDP增加 会带动这股票的一个市值呢 GDP就包括有很多里面的一个消费嘛 很多一些政府支出模式嘛 那这都是跟人民的资金有关系嘛 那GDP越多表示 这人民的资金就越多嘛 越多的话 市币资金多的话呢 你会去选择什么做标的物 不外物做房子嘛 那另外一个呢 就买车子嘛 那车子你已经买到最高级的 你还有买什么最高级的 老师有啊 太空 所以呢 我们现在都选择一些太空跟 太空有关系的股票 为什么呢 人们会不会是往这部分去发展 不晓得 所以呢 我 我个人呢 第一个看法是觉得这一个 这巴菲特这边来看的话呢 也是一个 蛮不错一个指标模式 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学一下 另外一个呢 这个呢 就是我说的这个民运指数 那这部分呢 之前跟各位讲 这一个几个 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指标的就是个林 第一个呢 就是低利率 第二个巴菲特 第二个这个民运指数 那第三个是7月的夜现金 第五个呢 是美国总统的一个表现 那我们从这来看的话呢 这个 民运指数 OK好 大家都知道民运指数跟地率 当然是它有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嘛 那民运指数基本上来看的话呢 目前当然是自己在底部 在这个底部这个地方 好 底部这个地方来看的话 我为什么会把这两个数字画下来呢 有它的根据 我们从过去这个例子 这是过去从2006年到现在的 各位不要忘记 这个过去这个点呢 刚刚是在这个点87到88左右 现在在这个点 现在位阶在这个地方 位阶在这个地方 那所以未来一看会碰这个位阶 如果说以整个形态的一个 形态学啊 各位不要忘记形态学 对等比例的模式 这一段跟这一段基本上都是一样 因为觉得很奇怪 是的 很奇怪 真的 它2014年 所以它2015 16 17 18 15 16 17 18 接着2019 到2018没有 到2018 18 19 2021 刚好这个阶段是一样的 那也许是巧合啦 也许是巧合 那所以这个点来看到 我觉得它底部 这个点很重要 你说会不会再跌破到70到75 2014年的时候呢 是整个经济危机 造成所有的美元是贬值的 贬 贬到最后还在贬 贬到70还在贬 但是呢 现在会持续往上走 但是不要忘记 现在情况跟过去是不一样的 过去发生经济危机之后呢 人们的意识会感到 会感觉到 不会有第二次发生 所以人们会有警觉性 但现在呢 跟过去08年是完全不一样 08年是经济危机 这一次不是经济危机 这是疫情导致经济出问题 那如果这疫情结束的话呢 这经济问题就会出来了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很多 公司目前来讲的话呢 出问题的大部分都是属于 跟这个疫情有关系的 它不是像过去 过去是一个经济危机 所以很多公司出问题了 不管个人换都出问题 所以现在 所以我觉得这个点呢 是我所要留意到的 所以要留意到的 另外一个呢 另外一个看法来看的话呢 就是 从这个 这个名字来看的话呢 好 这名字来看的话呢 从过去时间回下来之后呢 我觉得8586 这是一个很大一个支撑 那未来反映上去的话 这个是之前的一个 一个 这个压力区 所以这要突破 一定要看时间的问题 那为什么呢 以目前来看的话呢 可能未来 这个免职是会这样子 这样子走法呢 还是这样子 这样走法呢 不晓得 这个呢 我更觉得一定要 端看这个疫情的问题 那疫情如果趋缓的话呢 你美元不可能一直贬值的 为什么 你贬值之后呢 你也要升值 贬值跟升值 它是一个循环筛口 为什么呢 因为国家一定很多出口商 很多进口商 如果你一直贬值的话 那进口商怎么办 进口商就很头痛了 所以呢 这些循环的问题 所以呢 就跟我们在做外汇一样 外汇为什么没有很少走单边的 单边的意思变成一个货币贬值 从头贬到尾的 很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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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一两个 一两个国家会有这样 那基本上来讲 大部分都是一个循环 涨多拉回 一个货币的问题 像说我们加币也一样 前阵子涨到一点是 一点是 这时候是在三月份 竟然回到一点二了 那很多选择 老师加币到一点要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我说很简单道理 像一点二 你把加币换成美金 美金在一点二 你说老师会不会点到 会不会点到 20120 1比1 我们这不晓得 但是我更觉得 很难讲 但是你转过去美金的话 一部分做投资就好了 不要全部都换美金 因为你毕竟你还是加拿大人 你还是要以加币为主 那投资美金 如果真的美元开始升值 你一把换回来 你又有一些获利出来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 双向的一个外汇投资法 所以这部分你看的话 我觉得如果从整个疫情 趋缓的话 美元应该有可能在年底 就开始往上攀升了 攀升了 所以这部分是在我们 从整个角度去看待 这个美元指数 未来一个看法 OK好 那另外一个看法的话 就从这个指数来 从美元指数的一个 一个压力线来看的话 这线挖了下来之后 这个点也要92左右 刚好跟这个压力区是一样的 所以未来会不会往上走 短时间不会那么快 你不要说老师这92 因为美元指数跟股票不一样 你不要说从89拉到92很快 一下就没有 它是一步一步往上走的 所以美元指数现在一个走法 还是属于比较弱实一点 还是持续会贬值 我想没有多大的问题 OK好 那另外一个呢 我们这看企业的一个现金增加 为什么呢 因为股票都涨 从今年到这一部分 从今年的一个3200点 那现在已经涨了将近有叫四百 将近15%的 15% 所以呢 你说今年来看的话呢 你的总统股票回报率 如果说没有达到15到20%的话呢 那你就输给大盘了 你输给大盘的话呢 那你倒不如你就买买指数就好了 你就买指数型基金就好了 应该放就好了 对不对 人家指数至少 你看这又不是有一个 今天我来知道有一个叫 这女生的巴菲特 她的基金获利多好 多好 所以呢据说你当股票都是如此啊 你股票都做的不好 那你干嘛花心思呢 真的花心思啊 有些人股票 老师我真的不好学呢 机会分析也很难学 那你这个事你就去买基金嘛 我想因为每一个人的方式不一样 好 那另外一个呢 第五个呢 其实呢 从过去民进党上任之后呢 其实呢 平均 一个一年都称到11% 这从过去的例子来看 过去不代表未来 就记得 那如果说新党上任的话 第一年到平均有7%都回报率 这个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只是说以目前这种情况过去来看的话呢 应该从之前 这个克林顿 往上拉 那那个谁 那个欧巴马也是一样 欧巴马也是一样 OK好 那其实呢 在我们现在看这些 跟各位讲这大盘指数之后呢 那我想 接着呢 我就想跟各位讲说 那我们指数里面 未来的哪一些呢 会带领整个股市网上再续工 那是不是其他的金融股啦 或者是这个 医疗股啦 会不会带扮演一个 领头样一个角色 我们从之前的一个 这个四大指数 就是道中指数来看的话 你看高点在右边刚刚现在 其实它并没有涨很多 它只跌的时候反弹而已 那我们看第二个 而神党排指数 反而比道中的表现更好 它至少上涨蛮多的 那另外一个呢 涨最多是谁 高科技类股 那是达克 涨得更多 涨得更多 所以很多人 从高科技类股来看 你看你回头一看 四五百块五六百块的 像我们很多 这高科技类股来讲 你不用去担心 为什么你就持续抱着吧 持续买着 持续厚住的吧 对不对 回头一看 高科技的表现最 为什么 它就是美国最主要的领头羊 没有别的 就是高科技类股 高科技类股 高科技类股来看的话呢 另外一个呢 废人半导体 也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为什么呢 美国你看 从高科技类股来看的话呢 这半导体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半导体只是有 有差不多三十几档股票 像我们最熟悉的英伟达 很熟悉AMD 或者赛林斯 或者是 得以半导体 或者是这个 这个台积电 或者是这个 爱斯摩尔 或者柯林 或者是什么 泰林 都是一样半导体里面的 所以半导体未来呢 它还是在 科技类股的领头羊 那科技类股呢 也是在S&P的领头羊 那你说道琼呢 道琼说实在 它跟人家都不一样的 都跟人家不一样的 因为它比较 focus在蓝筹股这一部分 而四大指数 有四大指数 不同的一个角色 那以如果说个股来看呢 你要选择说 我这个个股 对于每个指数 到底如何 有些人呢 是指数涨的 可是呢 他的股票没有涨 那我们呢 我们指数涨不涨 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们股票涨就好了 因为我们不做指数的 不做指数这一部分的 所以呢 这一部分来讲 跟各位讲 这一部分指数 未来我想领头羊 还是在这个科技类股 这一部分 所以一定要蛮留意的 OK好 这答案你们都知道了 那第三个 美国股票 哪一个类股 会重新 会再来起飞呢 其实呢 我们从在过去例子 来看的话呢 这SNPY指数 当之前三分大跌的时候 其实它已经跌破在 2008年 最低的一个点 所以呢 它是超跌了 超跌之后 反而上去之后呢 它的反弹空间 并没有很大 你看 它已经跌破了 但是反弹的空间 只有这个地方而已 只有这个地方 它只有这个地方而已 多不多 不多 不多 OK好 那我们再看 另外一个类股 这个类股呢 是这个SPY 这是金融的 就是SNP 我们现在讲SNP指数 SNP有11个板块 11个板块 这个Finance 属于金融这些部分 来看的话 它已经跌破最低点了 但是呢 它反弹力道强不强 所以它是一个很弱势 比较弱的 比较弱的一个板块 OK好 所以 好 我们来看另外一个 这个是这个另外也是属于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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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费的那个SNP为指数的 它之前跌破之后呢反正的一个反弹的力道比刚刚所一个金融股还强 为什么它至少反而有半二分之一 也属于强势反弹 好 那我们再看另外一个 这个是属于这个 这个 这个 这部分SNP是一样 跌破之后呢反弹格局也算是不错 现在三个来看 最弱是这一个 finance最弱的 那另外一个这个呢 是美国一个科技类股 你看 它并没有跌破之前低点 反而上涨幅是最高的 那所以呢 从这个很多迹象 从我们刚刚各位讲的 这半导体到纳斯达克 到SNP里面的 是一个板块里面 科技类股 还是扮演很重要一个角色 所以很明显的 未来 明年的话呢 我们选择标的一物 但是在选择 以科技类股 我想应该是比较可以着重一点 但是有一个重点 我想跟各位做个报告一下 当你们 当我们知道说科技的不错 但是呢 你要留意到 什么时候买啊 这个是最最重要的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常常很多人说 老师 你看这股票看得很好 就像我 我举例子好了 我们之前看这AT&T 最近我都很喜欢嘛 前日不是2728吗 后来标到11吗 标到31吗 我跟你讲 很多人就 这个位置 位阶进去的 撑11进去的 那怎么办 像今天又拉回到28 28.4的时候呢 我又很高兴了 我又跟 我就跟我们学生讲 我又很 我们又很高兴了 要做什么 我就不用讲了 对不对 所以呢 我觉得科技类股 是一个重要角 但是那个点 它一点很重要 一定有人带你 切入这个点 那你切入不对的话呢 你等解套啊 那切入对的话呢 哎 老师 你说高子力类股 对啊 进可攻退可守 第一个拿到它的分红 第二个拿到一个价差 拉回来 再等待下一年度的一个 下一个一季的一个分红 就是如此 所以呢股票 我觉得一定要留意到这一部分的一个方向 方向对了 但是你那个点很重要 那个点如果你抓对的话呢 没有问题 你抓错的话呢 哇糟糕了 人家都已经出货了 很多机格都已经把股票丢出来了 我们就去接接之后 哇怎么办 卖也卖不掉 等解套 其实很多学生买什么 买之前买那个 有些股票涨得很多的那个 那个什么类股忘记的 那个这个这个软体股也是一样 买得很高之后呢 去追回来 我们这段时间大家都OK 他等解套 为什么要是 我买150的 现在100块 我买130 110怎么办 你卖也没那么掉 所以呢 很重要 就是说 当我们知道这个角色 是科技类股来看的话呢 那我们就要留意到科技类股 未来我们选择哪一个好的标题物 这个最重要 非能半导体也是一样 很重要 这个半导体非常非常重要一个角色 OK好 从这之前来跟各位来判断之后呢 其实我觉得 未来的一个一个 这个指数的话呢 方向我想没有多大改变 然后呢 这个最主要 我想跟各位稍微做一个总结 当我们知道现在目前 这个SMP 外来一个指数的之后呢 如果说没有这个疫情 记得哦 疫情是最主要角色 你说老师 我们刚刚有四个角色 那个最重要 疫情最重要 疫情会导致政府跟FED跟经济出现变化 所以呢 在这个基本条件的话 如果疫情真的如果说能守控制来看的话呢 那股票的走法就是我们刚刚所分析的 那如果疫情带来持续 不定 不定时的变化的话 那这一部分我们就要小心了 我们就要留意到这一部分 到底未来会不会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这我们就拭目以待 OK好 那所以未来呢 这SMP指数呢 我大胆预测 我想高点在4200到4300 底部呢 3200到3300 那这个部分呢 老师 这数字 你不能乱写吧 你这样道听途说 随便乱讲的话 我怎么相信你讲这数字 现在很多人就讲这数字出来 老师 为什么你觉得3200 那为什么4200 你告诉我 你不告诉我 我不晓得 你的数字 我到底要听你讲的 虽然我听你讲了十几次 现在很多选择 老师 你讲十几次的时候呢 我慢慢的了解你的 从之前呢 你讲太多太多东西 我们都听不懂 现在慢慢的知道 你讲话的模式 我说过了 要有理由 3200点 3300点 这很重要一个支撑在哪里 很重要支撑在哪里 然后4200怎么算得出来的 怎么算得出来的 这个呢 其实我觉得 这个 最主要是要把这方形 告诉学员 OK好 那其实呢 这个明年展望的话呢 2200到2300 实验室 变质 什么时候来到 什么时候来 什么来到这个数字 是先到3200呢 还到4200 先碰 什么时候会碰到这个 什么时候会碰到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线 老师 是会不会这样子 这个 怎么化作 或者是 基线是扮演很多样的角色 有人说月线 有人说时间线 我觉得这个不同答案 由不同的人去做解释 但基线是很重要的 但是上去来看的话 你要从这个整个底部来看到 它过去从这边翻样上去 所以未来从整个波形来看的话 这个就可能是它未来一个满足点 那这波形怎么算的话 大家很多人学过波浪理论吗 学过了吗 那去算看看 这个机会可能它的满足点 会在这个地方 那这个就是用它的一个 一个判断 我的判断模式在这个地方 OK好 那我想在今年来讲的话 跟各位预估说 什么时候来到的一个 未来的一个指数如何 那还是跟各位讲 这是我目前是 以这些数字来做判断 我不能guarantee保证 以外是如何 但是只提供给各位做个参考 好不好 好 那最后我想还跟各位投资人讲说 其实在我们这股票跌射 我们有些股票 我们就留意到 说太阳能的产业 像多电池的 电池厂商是有哪些 电池模组有哪些 太阳板有哪些 智能太阳能有哪些 其实在过去 我们在做到 其实是IQ 好像很多人都知道 这两个其实 在过去我们都很喜欢 这个股票 这个我们是过去做过的 那这些都是太阳能的股票 那太阳能股票 一定要留意到什么东西 这财报一定要留意到 财报是最重要的 OK好不好 财报不懂财报 那你这很难去判断 第二个呢 技术分析 SKIR 这一部分 一定要留意到这一部分 这个真的是蛮重要 一半一个角色 从这两部分去看的话 我觉得你才有办法去判断 这个股票到底未来是如何 这有几个都是不错的 这QS这几个都是不错的 这QS最近表现得很好 最近表现 最近好像涨了快20% 那其实这些都是太阳能的一些类股 那等下一次 这个应该还是有机会 另外一个呢 这个是属于这个 车用电的 车用电池呢 车用电基本上 大家知道Tesla NIO跟这小工 还有一个LI的话 那其他这个都是太阳能的 不是讲错 都是电池电动的 Tesla各位记不记得 我之前跟您说过了 大家都知道21号 NARO在S&P500指数了 那这两天下跌 我就跟您说过了吧 你公布的时候呢 机构会去买买你的股票吗 很多人在Tesla一直一直在 啊这个要买 涨到700多800多 为什么然后给这些机构来买 我说过机构会这么会这么 这么这么好玩吗 你涨到700700多 他去买 他涨到600 他连接连600 他又不想买啊 他干嘛这个时候去买 Tesla这种股票啊 你Tesla之前公布的是 从多少钱 从400块涨起来的 你这机构会这个去买吗 你这机构机构里面的人 我想每个学位都很高吧 所以你不要用那种思维模式 去看待一档股票 为什么呢 因为毕竟人家是专业的 我想这个Tesla我的看法 你说Tesla什么都可以介入 我不知道 因为我没有做这档股票 而NIO的话 NIO是不错一档股票 以前我就很喜欢NIO了 NIO其实在四十几块 这些部分来看到 我更觉得不最高啦 直行Pedra这个很重要 OK好 另外跟各位讲 另外一个类股的话呢 这个是属于这个社 社交媒体的 SNAP啦 这个ROKU啦 那这几个都是不错的 Twitter Facebook都是一样 但是这几档股票来看的话 当然是有分比较好的 第一个跟第二个 那我想这个跟各位再去了解一下吧 好不好 另外一个呢 我想另外这个是属于高科技类股 这个他写错了 不是个PG啦 这个这个这写错了 OK好 中文中文OK好 那基本上来看的话 我们看这Intel Intel真的是比较委屈啦 我就不用再说 Tesisco也是一样 这几个股票都是属于半导体类股 那半导体的AI的话呢 QCOM跟ABGO这个BROKCOM 这两个 未来我觉得一定要留意到 另外半导体 这个爱斯 忘记写的爱斯摩尔啦 柯林啦 泰林 这些都是都是 还有MAT 这些都是半导体的 还有英伟达AMD MU 这个台积电 这些类股的话呢 对不起哦 你不要忘记 半导体类股 也有半导体类股的区别 有做设备的 有做AI的 有做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 半导体的中下游的 那目前是哪一个扮演角色的话呢 我们就留意到 像说英伟达 最近这半个月 几个月都几乎没什么动嘛 之前的580之后跌坏到 这段时间没什么动 那AMD呢 从之前的上涨到相折几块 他算表现还OK MU这段时间表现很好 那台积电也是一样 那德宜半导体也是如此 那所以呢 目前靠个股类股的话呢 这可以留意 但是呢 选不同点 不同的一些比重 去做一些不同的一些布局 OK 好 另外一个呢 来看这个 OK好 另外呢 这是疫情后的类股 那你们看今天什么股票很惨 这些航空类股都至少跌很多了 达美航空 美国航空 这个 这个联合航空 这西北都是往下跌的 这个航运股都是往下跌的 像反而 这银行股 这些是因为另外一个政策 带动这银行股往上走 所以疫情之后的类股 各有各的优缺点 那这航运股 这航空类股的话 跌的话呢 怎么办 跌的话呢 我们就开始要准备了 准备什么 我想我们都知道意思嘛 就要准备了 准备了 为什么呢 这疫苗到底会疫情到底如何 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这价格都已经定出来了 不要去追 为什么呢 这等这一二月份到底是如何 所以呢 我们在这一月份会比较辛苦一点 好不好 那我想在最后呢 就跟各位讲这地方 我跟各位差不多做个总结啦 总结 所以今天明年来看的话 今年2022年 大家过的都差不多 其实算在我也不晓得 怎么度过这一年的 那回头一看 很像那一天在跟小孩子讲 圣诞节 会什么的事情 现在一旦 这个礼拜就圣诞节了 那我想还在这边 先跟各位讲圣诞节快乐 那最主要我觉得 希望各位学员 各位投资人 生理经济我觉得最重要 那接着呢 这万事如意 再接着呢 这个股票能够获利很多 那我想 在2021年来讲的话呢 这个疫情 我觉得Hazban也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所以疫苗呢 这疫情到底会如何 其实我们一定要非常小心 小心整个 如果大阪趋势走法 我们怎么走法 这个我们一定要留意到的 但是呢 不用太在乎说 啊 是疫情 所以导致这股票 会往下怎么做修正 不要忘记 我说过一件事情 股票指数 是所有经济指标的 最零星指标 只股票只要一拉上去的话呢 很多很多企业的信金 一定会增加的 投资的资金也会增加 为什么呢 他一定投资股票 不然你他要钱 放在营养干嘛 你是抓去投资股票嘛 那不然你投资基金嘛 一样的都是一样基金 都能够获利的 所以股票一定 不可以让他跌啊 但是回档是可以啊 回档是可以啊 回档之后 他还是要往上走 那这个要端看 政府的一个破例 所以呢 股票你不知道 老师 我又不能跌 那股票跌了怎么办 我要跌 你就要设止损卖掉啊 你不能就 你不能整个头脑 这么这么固执 说啊老师 说股票会增 所以我一直厚住不行哦 我所有学员都是一样 你要设止损哦 你不设止损不行哦 那我们很多学员 都会互相抵律啊 你不是要设止损 不设止损不行哦 OK好 那所以呢 在所有的一个投资模式 就是这样 不要去追高 不追 不追 那现阶段来看 你们说老师 像手边很能对有股票 所以我不管如果有 我就要去买 不要 不要 宁愿呢 有获利的 你们先放口袋 先等等吧 也不用说一直有股票嘛 手边没有股票 你也是可以过生活吧 那选择好的股票 那就OK了 那如果你真想去 追一些股票来 看到可不可以 我说可以啊 但是它是咨询店 所以2020年 如果说照这疫情 趋缓 未来在这个 一二月份的时候 一二月份是最重要 等一月份度过 整个大 整个疫情 并没有恶化下去的话呢 紧接着春天的时候呢 我觉得 好转会会出来 出来之后呢 加上政府 这个如果拜登当远之后 一轮的刺激发案出来之后呢 景气会不能复苏 复苏之后呢 可能到五六月份 如果真的夏天出来之后呢 这个疫情控制住了 那疫苗也有效果性的话呢 那我想 9月10月 我想只有会有一波 会有一波上去 因为从上去之后呢 会不会紧接带来 马上实施这种 升息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 不会这么快了 除非是这个 疫苗是 疫情是这么容易就被控制 但以目前来看的话呢 我更还是觉得说 美好的 美好的愿景是有的 但是呢 我们一定要 踏踏实实的 选择好的标的物 选择好的规划 不要因为说 因为美好 所以呢 我随便乱做 你们自己能心自问 一年的股票涨这么多了 你们股票有赚钱吗 你们自己先问自己 我股票有赚钱吗 放了一年有赚钱吗 如果没有赚钱的话呢 我说 那么我们就应该检讨说 今年我们怎么样去改变 我们错误的一个看法 你不改变的话呢 明年还是一样 所以这个很重要 这是我常跟学生讲一件事情 数学做做题目没有关系 做做知道戳在什么地方 等下一次题目再来之后 你就不会错了 那如果你都不去研究 你错的地方在哪里 下一次题目出给你 你还是错 等明天考试之后呢 我把题目给你 你还是写错了 为什么 因为你的观念错了 这双股票一样 跟你讲这股票非常好 你观念不正确 你一买下去 就不对了 所以我觉得很重要 一个观念是说 我们要把新的一年 把2020年不好的一些操作模式 去做一些更改 寻求好的模式去操作 然后学习怎么去操作股票 学习人家怎么去做的 OK 好不好 那当然感谢各位 听这个共同学院的课 好不好 我就讲到这地方 好不好 那希望各位这个圣诞节快乐 新年快乐 因为到这样的节目 我就没有 我们就没有这个公开课 然后到明年 明年一月 应该一月一月中吧 还一月底之后 我才有公开课 那所以这段时间呢 我想先把我的这些 新进来学员 先巩固他的一些 投资的一些模式 所以最近会做这些 这些策略 所以公开课比较少一点 OK 好 那 希望各位生产姐快乐 这个生产健康 万事如意 好不好 OK 好 还有一个 这种股票一定要赚钱 赚大钱 OK 好 谢谢 OK 好 David 时间交给你 对 大家有什么问题 还可以继续 这个给老师留言啊 就是可以留在chat这边 或者留在这个Q&A 尽量留在chat这边啊 然后因为本身呢 Leo老师平时在这个 维生亚教授的课程 算是我们盘中的一个 实盘课 就是其实和其他老师 都比较不同 他是在每天的这个盘中的时间 和大家分享 来这个实时的解盘 指导我们的一些学员 来一些操作 那我呢 大家也知道 我是这个 维多利亚负责所有的 金融类投资课程的 这个负责人 那现在也是年底了 我作为这个 这个课程的技术管理人员呢 又是一个学员呢 我想分享一下 这个最近一段时间 我在这个老师课程中的 一些学习成果吧 但我还是说 我虽然说是 算是老师的学员 但是我可以算是 这个老师最差的一个学生啊 因为大家 是吧 大家都是这个 非常认真的去学习 但是我呢 可能确实是 开始学的时间比较短 而且比较晚 而且呢 大家可能也知道 我因为虽然都负责 所有这个投资课程 但是我呢 就是因为一边工作 一边负责 都是有时候听 这个听一点点 听一点点的 一句两句的 所以说并不成系统 那唯一呢 只有这个 这个六老师的盘中课呢 中间是正好我休息的时间 能和大家分享 那我今天呢 也是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这个 认真真开始这个操作美股 一个月以来 学习的成果 那我还是说我这个 我是班里学习最差的学生 因为这个 因为我们这个班里 班里面呢 很多 尤其是刚加入的学员 他们每只股票 都买入的价格 其实都是比我要 要好的 每个点位都是比我要好的 我这个 表现并不好 但是呢 也就是 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吧 那我这边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 投资账号的一个情况 那 这个大家可以看到 我是11月 19 11月9日 开始买入的第一只股票 AT&T 今天老师也多次 这个提醒大家了 不是提醒吧 分享了这只股票 那这个 10月9号 对于大家来说 可能在座的 可能投资人 都比我的这个 要资深 或者说是要有经验 那我这也算是一个 小白 小白 我觉得 差不多吧 我完全是个小白 从11月9日开始 那在盘中呢 跟随老师 进行了一些操作 那么我们这个 我 我这边画这个 星号的 这个股票呢 是基本上是在 六老师的盘中课中操作的 然后呢 其实也有这个明确的 看进场点和这个 现在的价值 基本追溯一下这个进场点 肯定都是这个 一个月之内的发生的事情 都是11月9号之后的 不是一个月了 一个月零十天之内 发生的这个 这个操作 我这边呢 像除了这些股票以外 另外还有这个像Snow 这个就是我 不好好学习的地方 我们的学员 基本上大部分 现在都还持有Snow 只有我 获利了12% 都离场了 我的满入点是248 现在涨到330 然后之前 高位到360吧 但是我只是 获利了12% 这就是我 不学无数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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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果 Snow Snow有涨到400多 420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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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 对 然后 其他的没有在这里面表现 还有SQQQ 我 12月10日 我就是 反正盘式要变了 就止损了 1.5%离场 止损了 另外还有这个 IVLV 也是获利22% 离场 但其实也是获利 我 也是这个离场早了 现在也涨到了 其实按我的收益的话 50%左右 其实 民主20.4元 买的 20.4元 买入 对 但是今天的唯一好处呢 就是昨天 Liu老师成功的制止我了 想要 这个 清掉 CSIQ 这支股票 还可以看到这个 今天 大家都知道 CSIQ 又涨了很多 两天 合计 三天 两天吧 合计涨了20%多 我昨天呢 就是想在 40 49元的时候 输掉 我正好和 Liu老师说聊天的时候 Liu老师说不用了 就 明天还可以 还可以继续拿着 那果不其然今天是涨到53块 53块16 那我也是 这个老师今天要和我说可以拿一部分利润 我也相当于这个 出了50% 出了50% 还留一点仓位 其他的回报不错的股票 比如说DDOG DDOG是21.78 90块 也是这个基本上一个月之内的 这个 但是我买的比较早 10月10号 15号左右吧 这个时间去买的 另外呢 然后回报不错 10%以上的是这个 NVTA NVTA算是个医疗股 这只股票 老师虽然没有重点讲 但是是我们学员在盘中这个 这个提问的 然后老师觉得确实这只股票啊 就是上涨的概率比较大 而且呢 当时讲了 是什么 OSTC吧 是不是忘了 忘了另外一只股票 但我选择了这个 NVTA 大概就是上周的时间 然后有一个14%的一个回报率 感觉不错 另外还有一只就是这个Snap SNAP 这个基本上每次都和大家说 当时老师也是介绍这个Snap和DDOG 可以任选其 后来DDOG感觉回报不错的情况下 我又买入了Snap as an AP 那其他呢 当然我们这个盘中也不是全部都是这个正确的 不可能全部都是 这个都是有这个不错的收益的 那比如说像是我们 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确实是在我们这个盘中 这个价位还是比较高的 虽然老师当时建议的价位是290 后来涨到了300以上 但是呢 大家可能大部分学员都没有操作 都没有操作 然后后来出现了这个蚂蚁金服的事件 政治面的因素 然后导致它这个跌下来了 但我因为我个人所持有仓位确实不大 很很小的仓位 所以就在放着没管他 我觉得而且本身这个阿里巴巴基本面 这个营收报告 这些都是比较比较优秀的 所以说暂时也不想动这个阿里巴巴 另外一个就是 Intel Intel我是49块6在下降式的时候 买了一点 也是很少的仓位 我是想等这个之后的逐渐的再下降的话 我可能会再补一些仓位吧 也是长期看涨的一个股票 所以我这个有一些浮亏的话并不着急 其他的呢 就是我们最近也比较看好这个Space Space今天涨浮也都不错 这个就是我不认真学习的地方 老师早上早上10点钟的时候 给我发微信说这个Space可以了 我感觉Space今天不错 不是老师直接发了一个Space 什么都没说 但我看在那时候都已经下午了 那个时候就已经涨到了26块4 然后等到回调的时候是26块1买进的 忍受了一两天的下跌 但是长期还是看涨 所以也不着急 对 基本上这是一个我的盘中的一个 这个收获吧 就我同学问RVLV应该卖掉 但是看您进场点 这个地方老师说 对 这基本就是我在这个从11月9号以来 这个正式的认真真的操作股票 然后获得了一些回报 怎么说呢 反正我们在盘中的课程中呢 老师的就是课程有几种 有几大特色吧 第一个呢 像像我这样的就算是小白的这种情况 在这种还没有了解这个自己如何看图形的时候 看这个K线形态和一些基本面的知识的时候 老师在这个盘中会有明确的给大家做讲解 另一方面呢 对于大部分学员来讲 老师是非常负责任的在微信上一对一的 去给学生解答任何投资问题 因为本身老师也比较博学 老师比较擅长的是这个 美股 期权 还有外汇 三方面的这个投资知识 实际操作 所以呢 就是我们大量的学员会在这个课下的时间 会和老师提问 去问老师这个 今天某一只股票啊 的期权会怎么操作 或者说是这个某一只股票 我现在这个点位 是不是要怎么 要这个 要买进啊 或者说是要 要这个处理仓位啊 就等等的 这些这个 疑问 老师都会非常非常耐心的和老师 和同学们分享 因为 今天老师嗓子 我感觉还可以 但前两天我听 感觉老师的这个 这个嗓子已经有点 就是不停的咳 不停的咳 所以我也说 老师确实要保护嗓子了 因为老师本身 年龄也不小了嘛 他用这个微信打字 也不是很熟练 所以说他经常是和学生语音的去 去讲解 可能一次讲 有时讲解讲一个多小时 会讲的这种嗓子 会用嗓过度这样 对 基本上是一个这个情况 那 六老师的这个课程呢 本身它是一个纯盘中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情况 他和其他的这个 像我们其他的老师 不一样的呢 他就是 更注重于这个 实时的这个操作 像技术课的内容呢 我们虽然也有这个不同的技术老师 像我们的这个盘中课程呢 也会有这个和大家这个额外的补课 除了我们这个盘中的这个时间 还有额外的时间和大家补 美股期权 还有外汇的内容 完全是取决于我们的学员的这个需求吧 嗯 我这边呢 可能说是 哦 同学 我问现在这个截屏用的是什么软件 我个人使用的是这个bmo啊 我不是 我还是比较小白啊 我就是 我没有使用券商 大部分人 像我们学员了 也好 老师也好 一般都会使用券商 我 因为券商交易费相对低一些 我这个 使用的是bmo bmo 我也是为了方 除了一个方便 个人感觉除了交易费高以外 好像还好 还好 那关于这个平台的话 一方面 大部分人好像是 大部分人使用都是FB 对吧 Interactive Broker 还有Questrade 然后可能还有些美国的一些 呃 零零七八的这些 这个这个券商 比如什么老虎证券啊 微步啊 什么这些 但就使用的比较少了 可能美国的同学使用的多一些 啊 另外呢 咱们这个家国的这五大行 交易费如果低的话 CIPC很低 也不是很低吧 相对低一点 6块95 一单 嗯 当然各个银行 如果要是做的多的话 比如说每月 每三个月超过150笔的话 都会有一些这个费用的减免 比如会降到可能七块多 呃 一笔交易费啊 什么等等 看每个银行的不同的 呃 不同的情况 对 然后 呃 如果要是同学 哦对 然后还要和大家说一下 那个 呃 什么 呃 对 大家好像 对 呃 六老师 喂 哎怎么样 对 方便一会和大家分享一下啊 同学关于个股的一些提问吗 个股提问啊 OK好 嗯 那基本上来讲很多学员就是说 他们可能有打比较早上起来时候 他们都在我们久点都还说 老师 今天这个期权可以做什么 什么可以做期权 那一般来讲我就跟他讲说 你选择期权时候呢 一定要先选择当天成交量要多的 多的一定要有 第一个选择这家这个公司的期权 有没有能去运作操作 选择这些标的物的话 因为你先喜欢做day trade当天的期权 也可以 或者说我可能是最近看到的某一个股票不错 我说你这股票你可以留意看看 那你如果你要做的话呢 基本上你一定要选择你要做短期还长 因为这一讲下去又很长 所以我常常就跟学生讲说 你要先选择一到两个月的就好了 然后再去做这期权 那有些人会问说老师 这股票能不能做买进 他会问我 他问的股票大部分都是昨天的 昨天我们不是有很多股票在做讨论吗 他问老师 我像有一个同学老师 我能买PLUG 他问这PLUG 我说我们之前有四个股票都不错的 那是28块多 我说可以啊 如果你资金控制 你手边现在资金还多 OK那是没有多大问题 你就可以选择一些你所要的价格 所以金长要三几块 我刚刚说你先出一些吧 那就是说有很多学员 他会单独问他个股 有些人说老师 那我想买这股票你觉得怎么样 我一看这股票 我觉得还可以 那我说你资金就控制 那基本上来讲 我说好大卫在盘中 我会把这个股票 我的看法这样 为什么可以 我讲出来给他们听 OK好 那所以就很多学员会问这些问题 股票问题 或者他会说老师 那今天你觉得要需要的大盘 你觉得会涨还跌 那其实我以前都有写很多了 写很多之后呢 会发现到很多资讯 有不同样的事情 所以我打字 我打字很难 因为我用注音符号打的 所以我大部分就是用他回答 我直接就拨电话给他 就跟他讲这些情况这样子 对 所以我想先不要讲太多声音 开始撒哑又没有声音了 对对 就这样子 大部分就是会跟学员一对一 那很多学员说老师 那这个 这个 这个你的对着他盘 今天的看法如何 我都先跟他讲 我今天看法是应该怎么样 我会先跟他们讲一下这样子 对 就像说请现在 一个学员就问说 老师NIO可以开仓吗 问现在可以开仓吗 那这基本条件的话 我们先就要问说 这个投资人 你资金部位是如何 你现在手边还有没有股票 还是你现在股票已经很多了 那很多的话NIO 你就要考虑看看 如果你现在手边股票不多 或者股票很多 但股票里面都是赚钱的 OK 那NIO这个点 那你要留意到 你买进去这个点很重要 那或者说这个时候先不要 那所以我都会 就是回答给学员 因为为什么我每个学员 第一次来我都会跟他一对一 一对一 每一个都一对一 会先聊个差不多 至少 三十分到一个小时吧 所以我知道每一个学员 他的背景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有时候学员说 老师你为什么不能用一个群呢 因为那个群的时候呢 有时候你回答 这个投资一个问题 别的学员看到之后呢 他跑进去里面买 买之后他问题 老师 你那天跟某某人讲 这股票可以吗 所以我跑进去买了 结果这个人跟那个人的背景不一样 有些人他资金配置好 有些他不是 那有些股票跌一块钱 有些人没事 跌五块他也没事 照样一样可以睡 可是你的学员不行啊 他跌一块钱 他就受不了了 那这种学员 你就不可以给他 比较aggressive的股票 你要给他比较温和的股票 所以呢 我的股票基本上我不建议 我不买那种低价位的股票 我也不买那种风险很大的 但是会配合 有些呢 是有一别比较好的一个殖利率的个股 有些呢 基本上很好的高科技类股 不用担心 像大家都知道 波音是我们拥有的 Snow Snow从10月5号开始 我想特别知道 240 239到现在 我想这个就是 常会跟学员做一个资金商 一个分配 最主要是要知道学员 他的背景是如何 然后呢 风险在什么地方 那这个时候呢 就会依照他自己的一个模式 去做一个配合 这个就是大部分 跟盘中学员的一些互动性的模式 在这里这样子 OK 好 David交给你 好呀好呀 没问题 对 那是这样的 一会儿呢 Ryu老师的公开课 下一次我们的就是 公开课可能时间会隔得久一些 我们暂定呢 可能是在1月24号 可能要相隔一个月的时间 就 对 大家如果要是感兴趣 这个公开课呢 大家可以这个方便 可以加一下群 Gavin在吗 请问 我在 方便分享一下 咱们这个三个群 就是因为我们有三个校区嘛 一个在这个温哥华 一个在马克利尔 还有我们多伦多的这个校区 大家可以 这个根据自己的这个所在区域 来分来扫一下我们的这个 之后公开课的这个兴趣群 但公开课的兴趣群主要呢 大部分呢 就是用来通知我们的学员 什么时候我们的公开课呀 或者说是什么时候我们的 能会有一些课程视听的活动呢 会在我们的群里面和大家通知 然后呢 我是这边多伦多校区的这个负责人 我叫David小徐 大家叫我小徐也可以 大家现在可以 这个如果看得到的话 可以看一下屏幕的右边 有三个群码 这个边是多伦多的这个兴趣群的群码 大家如果有兴趣以后听这个老师的公开课 1月24号的公开课的话 可以扫码 然后这边是温哥华 信息都是一样的 这只是取决于您所在的这个区域 然后温哥华这边还有这个蒙特利尔的这个兴趣群 三个群 蒙特利尔 温哥华 多伦多 三个兴趣群 对 然后呢 基本上是这个情况 那在最后的最后呢 可能因为我们还是这个 呃 共学营嘛 共学营的话 我们尽量的还是尽量的和这个大家做一个分享 那么今天呢 确实是呃 因为老师的这个公开课距离 以后距离我们的公开课时间比较远了 可能要等到1月24号 如果呢 我相信今天来听公开课的人 听这个共学营的人 肯定也有听过我们这个呃 之前六老师公开课的学员 那么我也相当于跟大家 通知一个算是一个好消息吧 但是也不一定看我们大家的需要了 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共学营上面 会给大家关于课程呢 会有一个特价 啊 会有一个特价 那我可能我在最后的最后 大家如果要是还是确实是感兴趣老师的课程 或者还是有有兴趣老师的课程的话 我会在最后介绍一下 呃 老师您现在还是方便跟大家分享一些 嗯 问题吗 那有什么问题啊 呃 大家还还还 就没有没有就是关于各国 没有什么什么问题啊 问题的话呢 其实我 还是跟很多学员讲 其实 基本上我也是跟学员讲说 其实我们盘装分析课程的话呢 就是扎扎实实的告诉各位 很多一些技术分析一些 老师 我的意思是说是那个同学有提问 哦 同学提问的一些问题 对对对对对 OK好 那基本上很多同学 嗯 他们就会把他们自己来看到的话呢 我们是用一个 的证明性跟学员 讲说 好 你这股票 你这些第一次 这个人的背景是如何 这个人背景是怎么 这样的话 如果他问多 学员就问像说 问CSIQ 那之前也问一些会过SNAP 那之前有一个学员是问这个股票 那我说好 那基本上来讲 有些学员他 他的一个像我们有第一 第一起的学员到现在 他的股票 基本上我就跟他说 你操作我很放心 为什么 因为跟他差不多三个月 他平常都每天都在听这分析的 而且他问一些股票 我回答他 基本上他都运作的很好 那其实最主要的 这个跟学员的互动的话 就变成说一开始很多是小白 没有关系 慢慢接触 盘中呢 我们有很多一些帮各位去上课 但是上课都是在我们的一个 一个范围之内去跟教 跟学这些这些资讯的 所以很多学员他知道说 好 老师我这不懂 那我可以从这边 额外的学到这些东西 这个就是我常跟学员讲 这是一个互动 因为很多我们这是盘中课程 所以很多人进来之后呢 他不懂我所讲的术语 但是呢他实际上会在问老师 你刚刚讲的这一个 像之前投资的文明师老师 你说什么叫井线啊 井 OK我就写井 就是那个井 井线的话呢 换一个名字叫支撑线 那所以呢学员会跟我 这样做一个互动 为什么有些名词 老师你的名字讲的太专业了 所以我们不懂这些名词 什么意涵 那有些学员说 老师我都是小白 我说没有关系 你就慢慢学习 不懂 不懂一定要问 这是你的权益 我的微信都是24小时的 所以很多学员说 老师你还是24小时的 我说对 那如果说忙的时候呢 我也委托这个 英特的一些小朋友 帮我去做一些回答 因为他毕竟不常 有时候不会帮我 就有时候他会帮我一下 那所以呢 基本上跟很多学员 是做互动性 因为互动 我才了解 这学员在想什么事情 然后呢 怎么去运作 那最后呢 就会跟他讲说 这个盘中的一些课程 那你怎么去 吸收这些资讯 万一这资讯能够吸收的话 对你有帮助的话 你就要留下来 万一听不懂 很简单就是误问 所以呢 常跟很多学员 像我们平常一个小时 基本上讲到一个半小时 那我也也是说 未来一月份 会增加到一个半小时的话呢 我也差不多会讲到两个小时吧 就因为我们学员很多误问 哇这样今天 股票我我跟你讲 差不多40 差不多40几档股票 做分析40几档股票 真的 我今天已经过滤 差不多40几档 为什么那每档股票 我就过滤 差不多比较OK的 把它过滤一下 就跟很多学员去做share 那share之后呢 很多学员他们会懂 我讲那么多股票之后呢 那很多股票里面呢 有一两个呢 他是蛮不错的股票 那这些学员一听到之后呢 他们反应很快 哦这样子 但是有些人就没有反应了 所以呢 基本上盘中的课程 就教学员 怎么去做一些判断 那我想这最主要是课程 给这些学员的另外一种模式吧 学习吧 因为这学校嘛 那这学校最主要是让学员 能够学到一些东西 如果你学不到东西的话呢 我觉得没有任何意义嘛 你上课就要学到东西 然后从实际上盘中去感受到 这个判断的一些模式 然后会从很多学员会去问 我们这都是公开的 可以去讨论这些问题 所以呢 所以刚刚跟David学 跟你们学这些 基本上就是这些点点滴滴啦 很多学员 我也很感谢他们 但是也希望各位 有兴趣的话呢 我想你都可以参与 这个盘中分析的课程这样子 OK好 对我们 那这样我刚才 现在大家已经留到现在 估计可能这样吧 我还是分享一下 这个咱们上课的一个安排 那当然了 就是没有任何 就是说大家就是 就完全取决于大家的需求吧 我现在要还是要分享 这个课程的安排了 那大家如果要是感兴趣的学员 可以继续留下来 那么如果要是没有兴趣的学员 那咱们可以今天晚上就 就到这边了 然后呢 感谢大家的参与 我后面会分享咱们这个课程的安排 以及1月 明年之后 我们这课程的一些变化 安排上的变化 关于我们可能会增加一些 这个关于期权外汇的 这个在盘中的课程 然后呢 因为确实是目前我们现在很多学员呢 表示这个 其实很多学员在我们的盘中过程中 一开始都并不太了解期权 像很多的大家都是希望想听美股 但是呢 后来有一些学员开始问期权的问题 然后而且获得了非常很不错的收益 就是隔日能翻倍的这种收益 后来越来越多的学员开始感兴趣期权了 那毕竟呢 就是大家也没有 不一定大家用哪种这种渠道去获取收益 才是正确的 其实任何一种能够获取收益的 这个途径呢 其实都是可以值得学习 值得运用 那所以大家现在越来越感兴趣 这个期权的内容 当然完全是因为这个 我们课程中学员的一些分享 才才引起大家的兴趣 所以我们在1月1号呢 1月1号之后呢 我们会考虑增加一些 就是说盘中的免费的 就是对于我们自己学员的 这种美股期权外汇的基础 最基础的内容的补课 那么相应的呢 根据学员的需求 我们也会推出一些 美股期权外汇 在这些已经补过课的基础上的 这种进阶的课程 这个完全取业于这个学员了 大家如果要有需求的话 就可以参与 如果要觉得现在够用了 完全操作上没有问题的话 那当然也欢迎大家 去这个参加这样的课程 就是继续在盘中的 这个免费的送课的这个部分 现在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咱们这个课程的安排 这个呢 是我们现在的一个课程安排 今天因为也是算是公开课 对算是公开课 又是共学营 很多新朋友啊 来听这个公开课 我们会后面 过一个稍微 和以往不同的一个优惠价 刚才有学员 这是在问学费多少啊 这个学费呢 这样我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咱们这个盘中课程 因为是这个课程是随时加入的 咱们这个课程名字呢 叫美股期权外汇 在线的实盘的盘中分析课程 这个其实就是每天在我们的zoom上 和今天这种和大家分享的形式非常相似 但是呢 我们会在盘前 不是盘前 在这个开上课之前 老师和大家收集问题 大家有任何的这个个股啊 期权外汇的问题 大家都可以这个提问 然后我们在这个盘中的过程中 会和大家这样分享 当然了 除了这个盘中的这个时间以外 大家还是可以随时提问老师的 老师都会非常非常内心的给大家做写答 相当于就是完全的一个一对一的咨询服务 这样 那我们新班开课呢 这个是随时加入了 我们现在是年前1月1号之前 应该还剩6个交易日吧 还剩最后的6个交易日 那么我们这个课程呢 是每周一到周五来上课 就基本上开盘的每天都会上课的 不过本周五是这个修饰 因为这个圣诞节的原因 那这个周一到周五的 每天下午2点到3点的这个时间 是来上来这个进行盘中试盘的分析 那么每天呢 都是这个一个小时 目前是一个小时 但当然老师也经常天天讲到 这个一个半的小时 然后呢 课程呢 所以说每个月都要有30个小时的 实际上课时间 当然了我们这个完全没算 第一就是我们老师额外给大家补课的时间 每个每周至少一次给大家的 这种免费的这个补这种基础的 基础类的课程 每股期权外汇这样的课程 那以外呢 然后这个也没算上 这个大家和老师一对一的这个时间 这都没有算 这个我们公开课程 现在因为也不算是这个纯公开课的 公开课程的收费是299含税一个月 如果报名半年的话是1180元 节省614元 如果要是这个 报名两个月的话 就相对的比较有一个优惠的价格 是480含税 那节省118元 那这个课程呢 当然也跟大家说了 就是我们 这个1月1号之前的 报名的所有学员 就是以后都是按这个价格收费的 因为我们1月1号之后 我们价格会去进行一些调整 另外呢 关于我们这个学员这个收费 就这一会再说吧 然后我们 包括我们现在可能还听到 还有一些老学员 我们自己的这个 现在已经报名的老学员 也是和大家承诺是这样的 1月1号之前 因为我今天确实是和老师 就正正商量了一下 就是老师确实愿意支持我们的老学员 就感谢这些些 加入支持这个老师的这些学员 那么也想要对我们的老学员一个回汇 就以后因为我们价格会调整 但是我们的老学员 永远都是按这个 最早的这个报名的价格来收费 以后不管怎么调整都不会再改变了 那明年1月1号之后呢 这个课程直接会变成两个半 两个小时 两点到三点半 多伦多时间 这些都是多伦多时间 变成一个半小时的盘中时间 那我们每个月将要达到每个月40个小时以上的这个 实际收货时间 那么这个费用会相应的调整到这个 这个时间增加了半个小时 一半的时间那费用呢 增加到399还税一个月 那如果是报名半年的话 依然有这个比较大的优惠 1580元含税 节省814元 这个节省反而多 那报名如果是用价680含税两个月 118含税 另外呢 我们今年也会推出我们的外汇每股期权进阶课程 专门供我们的这个 已经报名的相当于是我们的学员的朋友来学习 另外呢 也会给大家送啊 给送大家一部分的这个内容 每股期权外汇的基础课程 都会在我们的课程中给大家补课 送三节这个投资必修课 简单判断多空分析点 顺势操作找转折 论多空 指标分析找买败 赚价差 那这些的内容呢 其实对于我们的投资人来说 都是必学的 而且呢 就是实学实用的这些 最实用 但是又最简单 又最必学的这些基础 因为说简单一点 咱们不就是一百卖吗 那么我们如何找这个买点和我们的卖点呢 这个其实很多投资初学者并不擅长的一个点 那这个那今天这个说了这么久 后面还有我们今天专门针对今天的一个报名特价 那么今天的报名特价是多少呢 这个在这边显示出来了 那么我们今天的盘中十盘课程试用价 是249含税一个月 249含税一个月 但是这个盘中课程是一个试用价呢 仅限今天 仅限今天的报名 对这个 因为我们这个盘中确实是 因为也确实老师精力有限 我们这个盘中也不能扩张到太多的人 因为刚才老师也和大家说了 经常学员会 老师会经常和这个学员一对一的 大家老学员的问题呢 老师也都会一一解答 所以我们的这个盘中十盘的人呢 不会太多 所以说大家也是量力而行 今天呢大家也是如果要需求的话 那可以考虑参加我们的课程 另外呢还有这个课程 还有一个 也是给大家一个承诺吧 就是说我们的课程 只要是 这个课程参加之后 如果任何时候觉得不满意 或者说是想要 这个或者有任何事情吧 个人的一些原因也好 随时可以退出 当然这个学费是按比例退回 就按您已经上过的课程 按比例退回 所以说呢 这个也基本上解决了大家 后顾之忧 就是大家如果万一觉得 时间不合适了呀 是吧 或者说是有其他的任何原因 随时都可以按比例的这个 退出的这个课程 另外呢 像同学可能也有疑问了 就是说你看这个 今日报名试用价 二百四百八 还税两个月 那我这个 平平均下来 不是才二百四十元一个月 那我这个今天 二百四十九 还税这个 这第一个月 那我岂不是这个 岂不是比这个 这个四百八两个月 还税这个价格更贵了 那是这样的 我们这个 包括这个四百八 还税和 两个月 包括这一千一百八 还税半年的这个价格 都是可以相当于 怎么说呢 累积的 比如说您一开始 报名了一个月之后 决定还要继续跟随 老师的这个课程 那后面补这个 四百八减去 二百四十九就好了 那就是补二百三十一元 那比如说我之后想要 这个参加这个半年的课程 一劳永逸的话 那就是一千一百八十元 直接减去二百四十九元 也相当于您就是 也不会错过 这个之后的这种 合报的这种优惠 因为大家也可以看到 这个合报的优惠会更多 平均成每个月的话 可能不到两百元 含税的价格 这个不到两百元 含税的价格 这个还是相对的会比较优惠的 反正我个人的感觉 虽然说确实 我确实 虽然说这个话不太好 我是这个课程不用付学费 但是呢 我刚才大家也看到 我的这些很多的操作 那么很多的这些操作 每支投资呢 能说随便吧 就是很大部分的股票 都肯定都能赚回 至少几倍的学费 所以说 这个当然也取决于个人的 这个怎么说呢 仓位量 这个不强求 也不做保证 对 基本上咱们这个课程呢 安排就是这样 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一会儿还可以再继续提问 然后呢 关于课程的报名方式呢 有以下几种 或者说是课程连续方式 或者说课程提问的方式 有需要咨询的话 那么我呢 是这个课程的 这个负责人 我是小徐 David徐 右边呢 是我的微信 右边的是我的微信 大家如果要是有任何的问题 或者想要是课程咨询报名的话 都可以加上我的微信 这是我的微信ID MariaSUNVIC8 MariaVIC8 M大写 或者说扫我的这个array码 其他的一些联系方式呢 包括学校的前台电话 416-665-13-8 416-665-13-8 拨打电 这个电话 可以这个进行远程刷卡 或者说是有任何问题 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 另外呢 还有包括学校的这个EMT电子转账 MariaSUNVICcollege.com 这个是email transfer 另外呢 还有这个支付宝 或者微信的转账 可以扫描右侧的二维码 是一个支付页面 通过这个支付人民币 虽然现在支付人民币 好像这个汇率不是太合适 但是汇率这个问题 就是在我们的课程中 都会来和大家分享 因为老师也会讲这个外汇的课程 对 然后 对基本上 另外我们还有两个分校 一个在温哥华 一个摩托利尔 那如果想要是这个 从不同的校区的同学呢 也可以来拨打一下 而不是拨打 就是对 拨打或者联系 不同校区的这个 相关课程的负责人 那方便的话 满面分享 谢谢啊 谢谢啊 谢谢那个六老师啊 谢谢 大卫的声音很小 对 我离近一点啊 对对对 就现在就可以了吧 那么 可以了 谢谢六老师 请在我们这里就付款 也是一样的 三种付款方式 第一种呢 e-transfer onepayment at 一个月啊 还是报半年啊 你电话 我们好核对 如果在报名过程中 或后续有任何的这个疑问呢 请扫右侧的我的就二维码 我希望在最短的时间 给大家一个满意的就答复啊 六老师这个课呢 你想想是每天就试盘啊 除了周六和周日 而且这个从不不管刮风下雨都不间断啊 才第一个月才两百多块钱 我觉得非常便宜啊 希望就大家这个也就是现在的特价嘛 过了元旦就是变成三九九就加税了啊 就第一个月 希望就大家呢 至少可以试一个月试一下啊 其实长期加入的话 会更优惠 不到两百元 含税不到两百元 对对对 所以说这个希望大家这个把握住机会呢 就跟着六老师 因为现在都疫情嘛 我觉得大家也没有什么太好的事情 我觉得在家里做投资是非常棒的一个事情啊 而且我们温哥华这边有好多同学也跟我反馈啊 跟着这个六老师 就赚到了这个不少钱 我也是很羡慕啊 所以说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啊 踊跃就报名啊 那下面我把这个时间交给我们蒙特利尔的就刘校长 谢谢啊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这边是魁省的负责人刘老师 如果您是魁省的海洋省的或者是外华的学员呢 没有在群里呢 可以加上小助手的二维码进到群里 我们付费的方式呢都会分享到群里 大家可以看到哈 我们这是刘老师的课是第一次有这个二百四十九的价格 因为今天马上过圣诞了 也是我们学校给和那个刘老师送给大家的一份礼物吧 包括这个二百四十九的价格 你每天可以听一个一个小时的课 然后另外还有体会一下老师在课上给介绍的一些东西 包括我们刚才那个我们的David是班主任 也已经给大家说了 他在听老师课的时候做的一些试谈 应该说受益特别特别大 另外呢如果您报两个月的呢 还有过赠一些课程 另外还有一对一 老师的一对一是一个多少时的时间 我就想如果说只是这一对一的话 也够我们的那个课程的那个价格了 所以说不要那个错失机会哈 报名方式呢也是三种 马里亚孙 因为我们每一个校区的邮箱都是一样的 某个月是马里亚孙atvinc.group.com 远程刷卡这个呢就是 51425166 您可以咨询也会远程刷卡 然后另外这个呢就是 微信和人民的支付宝的一个实时汇率 另外还有一定的人民币的一个折扣 再就是付费的时候呢 请一笔写明姓名 电话 改成名称 现在再把小徒手放到这儿 如果说您没有进群的 那请赶紧进群 我们的优惠价只限今天 249的 从开头到现在 从来没有这个价格 只限今天一个视频价格 所以不要错过机会 好吧 没有进群的家庭小徒手进群 我们会把那个报名方式放在群里面 然后大家可以随时在群里 跟老师保持交流和沟通 然后如果说您还对自己不太确定 我是不是要学 或者是说我怎么样学 我们可以给老师和您约一个一对一 大概15分钟 做个一对一咨询 这个也是可以的 所以呢 没有进群的 抓紧进群跟小徒手联系 您下一步的需求是什么 跟我们说 小助手在群里是叫Echo 然后我在群里呢是叫薪酬 大家可以跟我联系 好吧 行 那我今天就说到这 感谢我们Liu老师和我们那个班主任 那个David 如果大家有什么需求 就进行跟我们联系就好了 在这里也提前祝我们在听讲座的每一位同学 圣诞快乐 新年吉祥 对 希望各位投资者能都获取非常不错的收益吧 然后关于大家还有一些问题 我看如果是现在交费什么时候开始 明天就开始 这个是明天就开始 因为我们持盘天天有嘛 只要不是这个不收市的话 我们这个课程天天都有 嗯 对 然后 嗯 啊 同学问老师如何选择止损价格呢 常常不知道何时止损 常常刚卖出它就涨 这个其实我也不知道老师在不在 我在我在我在 OK好 谢谢那个尹校长跟刘校长 OK好 那我想刚有很多投资人问一些问题 像说老师波音能不能买 老师NIO能不能买 那其实呢 我跟各位投资人讲说 其实这段时间呢 波音的话呢 稍微等一下 这新英文法案的话呢 会不会对波音会不会 韩空会不会一个刺激方案 我就我们拭目以待 但是呢 如果最近 航空类股 像我刚刚不是跟各位讲这些 这些股票吗 各位记不记得 这个疫情的一些股票 OK 我现在再share一次 对 因为有些人问的话呢 我想就一定要给这些人 去了解这些 这些 这些人就是疫情的 像说达美航空 最近不是说跌吗 我就跟跌你就要准备了 为什么 疫情的问题吗 英国的疫情的问题吗 那之后呢 什么时候会开始 质问 我说过了 这些研究人员的话 会不会把这新的 波瑞的一些疫苗 跟这些病毒去做个结合 做个测试 我猜一定会的 结果出来就有两种 就是说这个病毒 对这新的疫苗 有这种 就是说疫苗 对这个病毒有这个 有用 那这个变种病毒 就没有什么效果 那这股票就一定又要上去了 那如果之后呢 有些人说老师 有没有可能这个疫苗 重新要再研发 我觉得应该是 不不小 但是我看了一份报告 其实 它新的病毒会进攻 人的这个RNA这部分的话 它有分几个阶段 它在那个阶段来看的话 变种的话 变成人类对于这个的感染的机会 会更高 你会觉得他都戴口罩了 可是疫情越来越严重 可是呢 一定我们要留到一个什么方向 这个感染率之后呢 这康复率高不高 死亡率有没有减少 这是我们密切注意的 所以呢 刚很多学员说 这个航空类股 这个股票来看的话呢 不用急 但是我们波音 买得很低 我们在150 160 170的 像昨天有一个学员 他买比较低的 但是他买很多股 几百股 后来我就建议他 在220就稍微先 拿一些这个成本 先拿回来吧 因为他买很多 他买好几百股 所以我觉得 也就先就先放着 OK好 那这是跟各位 跟学员所讲 这个方式 另外一个呢 很多学员说 老师 我怎么设一个停损点 停损点怎么去设置 OK好 那其实呢 我就稍微举一个 SPG这个例子好了 那这SPG这个例子呢 其实我们举个例子 如果这股票呢 你是在这个地方介入的 那我把 找一个在这个地方 如果打比方好了 你今天是买这个地方 这地方 一般来讲 我常在盘装课程 都教学员说 你们买股票 分两种 一个呢 是买在底部的 一个是追的 很喜欢去追 因为大洋线 很喜欢追这种股票 很喜欢 我猜这一定 一定很多人去买股票的 但如果说我们今天 在底部呢 底部买这种股票的话呢 我打比方买这种底部 买进去的话呢 那基本上 这股票一直往上涨 那对好 那如果回跌的话呢 这个地方就是你止损点 止损点 你买这个地方 一定要一个止损点 一般来看 有些用技术分析看 有些是用 我们就照比例 如果打比方好了 我们今天买一档股票 是这个 绝对是20块 这20块的成本 那我们可以设一个10% 10% 如果说跌到18块 对不起 我就卖掉了 我就卖掉了 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 你要去追一档股票 你就设好一个止损点 或者是打比方 后来 有些人喜欢追一根 去买股票 这边去买 买上去之后呢 老师我这么 这一个止损点 你就看这个点 这个呢 一般就是从这边起张点 所以这个要是你的止损点 这个地方 上去要设止损点 那一般来讲 设止损点 止损点完之后呢 你要记得哦 你不能设止损点 设立之后呢 你就不理它 不行 你还是要盯这档股票 我在访问课 很多教学院的 你一定会盯这股票 你不盯 不行 你又不盯的话呢 也许它在底部盘断之后 它会涨上去了 所以设定股 设定这提损点很重要 第一个呢 你设定好 第一个照你百分比 第二个照技术分析 但是我大部分都跟学生讲说 有些人看不懂技术分析 那你就用百分比吧 我买一个20块 我是一个10% 8%都可以 那如果说我非要用技术分析 去看的话呢 那技术分析往往是很多 会被 常常会被洗掉 什么意思 假装 这个点这个地方 结果你一碰到 就被洗掉 那有些人会设定好 像说我们之前的那个 Netflix Netflix 我们设一个停利点 第一次设五百一 它没有打到 这就涨上去了 这叫停利点的设定 所以刚才学生说 有停损点 它叫停利点 有这两个不同的 停损点的时候 我买50块 是多少 是有停损点 那停利点的时候呢 像我们那天是买490的 这股票一直涨上去的话呢 我们把我们停利点拉高 第一个设五百一 它没有碰到的话呢 就拉到五百三 那我们设五百二 这次设五百二 结果没有打到 OK好 那这叫停利点 所以停损点跟停利点 各有不同的一个方式 那最好呢 你们买档股票 停损点 就是说你买的这个点很重要 如果你买在底部 底部的话 基本上是一个停损点 4% 那如果你去追高股票 去追的话呢 那这个时候呢 那就要非常非常小心了 好不好 那我想这个 很多学员在问 这个停损点模式 那如果仔细的话呢 那最好就是说 如果我们有一个用你的股票来做一个讨论的话 也可行的 好不好 OK好 那我想今天还有这个其他学员问说老师 还有别别的股票到底是这个OK不OK 我刚刚有看到这学员在问一些股票吗 这不见了 OK好 那可能 可能不见了 这些怎么没有看到chapter 谢谢at没看到 OK好 那你去学员说老师 那有没有买 我想这部分 基本上今天这种盘式的话呢 现在我刚跟学员说过了 今天开始 这个盘式呢 稍微稍微要休息一下 不要再去建立手边太过太多的股票 我们现在慢慢把把一些股票先获利 先落贷为安 先落贷为安 董医师先落贷为安 保留一些股票就好了 为什么在明年一月份 这个月呢会比较多变化 这个英国会不会持续的恶化下去 会不会影响到欧洲 经常影响到整个美国或全世界 这个我们要密切注意的 好不好 所以这个时候呢 一定要选择比较好的股票 去做一些投资 我想就跟各位讲到这个地方 OK好 那David这时间交给你 对 然后 学员 学员还是有一个有问题关于那个上课时间 是这样的 关于这个问题可能这学员也都在听了 我就跟大家说一点 因为我在私信回他 是这样的 我们上课的模式呢 是比如说咱们一开盘 大家有任何的问题 都可以问老师 就是在私信上 微信上私信问老师 那么我们在盘中呢 会在提前半个小时 就是开课之前 比如下午我们多了多时间 两点开课 那在开课之前 大家把想问的问题 比如说个股 系权的问题 还是私信给老师 老师会整理之后 在我们的盘中 课程中 和大家具体的这种 用这种直播的形式 和大家分享 那么我们直播以外的时间 大家有任何问题呢 也都是 老师也都会在微信里面 一对一的和大家这个解答 这个确实是可以放心 但还是和大家重申 我们这个课程 以后的人数 肯定还是有一个上限的 我们可能是在 35到40之间的 这个人数上限 因为老师为了保证 我们能够达到 这个服务的效果 如果人数太多的话 每个老师 如果没有时间 去给大家解答这个问题 那大家岂不是亏了 对吧 所以说我们之后 还是会限制这个人数 对 然后老师 学员问 就是说之后 课程结束之后 看录像可不可以 六老师 不过呢 其实基本上 我们现在的学员 好像确实都是盘中 来进行的 因为盘中的话呢 学员能够知道 当时的情况 那你说之后再听的话呢 其实我跟学员讲 其实如果说你们有些人 他今天要上班 他没有办法去 要咨询的话 我说你就微信给我 我也把今天重点 会微信给你们 那是现在大部分 比较不提供 这个事后的盘后分析 因为事后的盘后分析的话 其实今天都是事后嘛 那盘中的话呢 你知道说盘中的解析 这些模式 所以呢 我比较会 可以说各位 盘中分析比较重要 但是呢 虽然今天也跟学员 跟这个顾问在讨论说 我说没有关系 很多人学员加音君之后呢 如果说你觉得不满意 OK 都可以随时退飞 为什么呢 退飞像是 像David说的 有些是个人的因素 没有问题 那有些说 老师我听你讲的时候呢 我觉得没有信心 那这个不是你的问题 是我的问题的 所以呢 退飞 我跟David讲都没有问题 你想听到什么时候退 都没有问题 我想这个是我能够接受 因为这个是很合理的嘛 所以我想这一部分来讲 各位学员不用去担心 你可以 因为我们现在不再开 这种 这个视听的课程了 因为我想说 因为现在 很多学员就是进来 你们觉得OK 那我想从每天 你们可以知道 是我对大阪解析的模式 你们可以听听看 我想这部分就跟 这个每一个学员 他会分享一下 这些观念这样子 对 OK好 咱们可能不是 在操作的时候需要止损 但咱们这个课程 不需要止损 随时需要退出的话 都可以 对 OK好 那看看什么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的话就 对 有问题说 SPC明天可以买入吗 David许 你可以回答他吧 我个人 我个人是长期 确实看好了 我今天还考虑要不要补仓 不过本身我的价 就是跟购入的价位 也没差多少 所以 对 差不多了 差不多 就等 等他这一个 这个 这个 这个飞机到底 OK不OK 那我想这 等一下 我想 应该有机会了 但波音的话 真的要卖吗 波音的话 就看你买多少钱 如果说你资金很多的话 你自己就要留意到 那这个 这个 OK好 校长 校长在 那就把这个 这个交给校长好了 对 好 校长谢谢 谢谢校长 对 校长说话听不见 校长 好 我现在说话 你们能听见吗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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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可以是吧 好的 对 我看都没有想到 这么晚了 我们直播间 两个这么多小伙伴 这个 证明我们利奥老师 真的讲的是很棒 我自己 就只想说一句话 利奥老师 是我见过 第一 最敬业的 第二 最前面的 一位投资老师 他真的对学生 讲到哑了 还在给学生讲 另外呢 美股外汇期权 因为他做了23年的 真正的证券的研究员 所以 我刚才算了一下 249 去掉税 差不多每天4块钱 就是连 就连一个汉堡都买不了的 但是呢 跟着利奥老师 我觉得是值得的 就是去掉税以后 5块钱吧 5块多一点 推荐大家 要想跟的话 也就是在 贡学营里边 给贡学营的小伙伴 我们才有这个优惠 好吗 希望大家跟着利奥 像我们David一样 像我们 这个那些学院一样 大伙在2021年 都能够获得一份 这个 非常圆满的收益 好吗 好的 那我们那个 再一次要感谢 利奥老师精彩的讲座 今天呢 是承诺你能做到的 然后尽力 超越你承诺的 我觉得这句话 是送给我们的 利奥老师的 因为我觉得利奥老师呢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我就印象特别深刻 非常的朴实 然后非常踏实 但是真的是 这个不声不响的 我们最开始试盘这个课 很多人不知道 就是说 有这么个试盘课 我们其实只有五六个人 但我们现在做了 就直播间里 满满一屋子人 几十人在线上 因为呢 所有的人 听过一个月以后 都会跟着再继续听 再继续听 因为你咋招咋招 你就利奥老师 让你每个月 多赚出二百多块钱 是闭着眼睛的一件事情 就让你少赔 就已经出来了 所以呢 还是建议大家 我们通常 共学赢不输 就是说不谈学费 但是实在 这个是太优惠了 所以大家呢 可以要跟 那就明天开始 跟着利奥老师学习了 好的 那感谢小伙伴们 我们明天晚上八点钟呢 是我们的 投资三件课 华山论件的 收官制作 是我们的迈克老师 2021年 如何用科学 然后高科技 做投资 获得丰厚的汇报 也会给大伙介绍 讲一下 因为迈克老师 他也是在投行 所以他们接触到很多 来自哈佛大学的 一些最新的 这个经济金融的研究报告 会预测一下 明年 整个经济 全球的 尤其是美国的 然后另外一点呢 就是那个 整个金融投资 所以明晚八点钟 816 853 40181 亲爱的小伙伴们 我们再一次在直播间里相见 那大家最后呢 我们扫码 多伦多的小伙伴们 扫第一个码 温哥华第二个码 蒙特利尔第三个码 我们在群里迎接 我们利奥老师到来 我们的音乐又要响起来 又要跟我们的 公学营嘉宾 道一声晚安 那亲爱的小伙伴们 让我们热烈的举手 对我们的利奥老师 谢谢 谢谢 好谢谢 下定结婚 好 谢谢校长 谢谢 OK好谢谢 谢谢 谢谢 好谢谢 好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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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